我用出一招引蛇出洞 心中暗自窃喜 没想到自己就是个小丑 拒接上级我骗诺克尼出园区交易 本以为会万无一失 可他临时带上了阿棱姐 到交易地点还说出令人后背发凉的话 嗯 谁什么阿飞 大牛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啊 都没听过是谁 看吧 我就说没这好人 诺哥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依旧细皮笑脸 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 手则摸向腰间 可刚有动作就被阿棱姐呵斥住 你再敢动一下 我一枪崩了你 我不动你可千万别乱来 这女人好难缠 不仅下手狠辣 观察力也还强 今天怕是麻烦了 炸毛说了他们的武器 看他还能搞什么要额子 别动了 慢慢拿给我 我和大牛的武器被收走 彻底没了反抗的资本 可我依旧在嘴炮 诺克尼 你这样不合规矩 不就是想黑为款吗 何必找这么多借口 阿棱姐她的行为 怕不符合你们园区的规矩 难道你不管吗 那是你们之间的恩怨 不关我的事 我们每个月收支业费 只负责保护园区内人员的安全 得浪费口水 别忙活了没用的 你还没来复兴园区前 我便得知阿飞到了西港 偷那边的人随便查了一下 那时我就知道 阿飞身边的小跟班叫十三 就是你吧 你跟他有仇 你就别装了 我知道你在对我做局 想配合外面的人将我拿下 所以我带了阿兰姐出来 要将你们一网打尽 你的重点目标是尾款吧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一句话说到点子上 诺克尼没有反驳 算是默认了 而蒙仔正朝我们走来 我冒着生命危险大喊一声 蒙仔这是圈套 快走 掩蔽 你现在吼也没用 一切已成定局 等我收拾掉你的同伴 再来问你关于阿飞的事 上毛钉的他们两个 是诺哥放心吧 阿棱姐还请帮我灭掉对面的人 所有人听着 换武器开火 阿棱姐和诺克尼带人冲上去 由于人数上的优势 单方面压着猛仔打 可蒙仔处于下风也不虚 十三我来救你 走别管我 能走一个是一个 别说话 再出生我毙了你 这点毛又变脸了 活脱脱的墙头草 哪边有优势就占哪边 看不出来兄弟情深啊 那今天就全部留下吧 双方打得都挺激烈 尤其是阿棱姐手中的重火器 硬是压得猛仔抬不起头 而诺克尼带人往前压 想尽快结束战斗 这时猛仔一声大喊 八面你到了没有 我都快革屁了 八面 李慌答应给我肯定会来 给我打 八面带领一堆精锐出现 花生米倾泻而下 一轮开火干掉树人 连诺克尼也被打伤在地 这可把阿棱姐气得不轻 八面这不关你的事 为什么跑过来横插一脚 你要想清楚后果 讲个球的后果 我跟你又不属于同一个武装 要讲道理 等打完了再讲 当真以为我怕你 给我打 双方焦火生跟炒豆子一样热闹 在八面的加入下 我们再占据上风 我知道该我发力了 扎毛你还在犹豫吗 我给你分析一下 诺克尼打赢了会员去尼嘎 打输了你更跑不掉 如今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一条活路 那就是跟我合作 然后我带你去西港 怎么办我想想 你还有啥好想的 这都名牌了 再想黄花菜都凉了 在我和大牛的催促下 扎毛换上笑脸 再次当了墙头草 十三个我都懂 刚才那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都是为了麻痹诺克尼 这是你们的枪 不错这个明智的决定 能保你一命 等到了西港 还望十三个多多关照 别啰嗦了 有大家火吗 这小手枪根本不顶用 有在后面的车上 由于环境嘈杂 其他人根本听不清我们说什么 接着我和大牛拿到武器 对着阿棱姐等人 就是一顿秃秃 大死的鬼虫 前后夹击 一鼓作气把他们灭了 兄弟们上 我看到猛仔和八面往前压 心中大喜 可没料到的是 阿棱姐军事素养很高 当即做出应急选择 局势不对发动反冲锋 先控制住十三 大牛躲起来 大牛躲在了树后 我自己则躲在车后 而反应慢半拍的炸毛就惨了 瞬间成河 接着阿棱姐火力压制 我根本抬不起头 直到一把枪顶我脑门上 不想让十三隔屁的话 就给我停火 停火 别动我十三哥 我来替他做人质 再敢往前一步 我打烂他的脑袋 大牛你别乱来 我可能走不掉了 你拿上尾款离开 至于是回园区还是回家 自己选择 但要把这边的情况跟飞哥说 看不出来还挺仗义 走上车 把十三放了 我放你们离开 阿棱你这是要逃吗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 激将法被我没用的 我现在就离开 谁要是敢跟上来 十三第一个嘎 随你便 反正我出手一次 欠下的那点微波恩情 已经还了 真够直接的 一诺克尼还没嘎 那猛仔会把他带回去了 飞哥我能帮你的 只有那么多 救救我 诺克尼躺在地上求救 可阿棱姐自身都难保 哪还有空搭理他 带上仅剩的几个人和我 开上车溜了 车上吃了亏的阿棱姐 一直黑着脸 阿棱姐这里已经安全了 你放过我吧 其实我跟你没仇 都怪诺克尼探心 想黑掉我的尾款 才搞成如今的局面 哼 十三你挺行啊 一直在我面前装锁 开枪时去眼都不带眨的 没办法 我也是为了活命 哼 少跟我装算 这一切都是你布置的吧 算我看走了眼 没想到你如此危险 我没那本事 全是蒙仔安排的 我不过是按照指令行事 我还是不认这件事 如今我在人家手里 天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能糊弄肯定是接着糊弄 这时司机大喊一声 阿棱姐他们追上来了 现在怎么办 放心我手里有人 他们不敢乱来的 我真没那么重要 我才当说完 只听得身后响起枪声 这也把阿棱姐搞猛了 你的同伙要干什么 就不怕我灭了你 都说了我不重要 这是铁了心要救我走 觉得我被带回福星园去必杆 虽说是好心 但也太乱来了 油门踩到底 不要管他们 把我放掉不就没事了 我保证他们不会为难你 再敢啰嗦 我现在就干掉你 阿棱姐发狠 我哪还敢说话 因为她这种人 什么都干得出来 就这样追了一路 可蒙仔等人始终没能追上 当距离园区没几公里时 后面的车掉头离去 玩犊子了 阿棱姐你给我交个底 你会怎么折磨我 我不折磨你 往后你会如何 不是我能决定的 不过这次的事闹大了 你少不了要遭罪 马上要进入园区了 我能打个电话吗 反正人在你手里 也先不起什么风啊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没跟阿棱姐辩论是非 因为没用的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有太多人 和事割舍不下 可一旦踏上这条路 回不了头了 而阿棱姐拒绝了 我最后的请求 不可能 经过刚才的事 我开始有点欣赏你了 但我们是敌人 了解 我情绪变得有些低落 车子很快开进园区 刚下车阿棱姐 便吩咐回来的人 给我打 留条命就行 我被胖揍一顿 接着阿棱姐 把我丢进小黑屋 我感觉浑身都疼 躺在地上难以动弹 心底生起一丝绝望 当你面临一次 真正的生命危险 就会知道生命 是多么可贵 拒接上级我同时 完成了园区和飞鸽的任务 却把自己搭进去了 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活 又说不折磨我 壳下起手来一点都不轻 差点要了我的命 都我完呢 我可没折磨你 揍你一顿已经人之意尽了 若我真用那些手段 你会求我赶了你 照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 这倒不用 老实待着吧 你最好别耍花样 你是说习惯了吧 我都成这个鬼样子了 还能去哪 阿棱姐说完就走了 我一个人被关在小黑屋内 有那么一瞬间 感觉看到我太奶了 飞鸽你的后手该启动了 万一出点差错 我们只能来试菜的兄弟 没过几分钟 阿棱姐又进来了 我被吓了个机灵 你们要干什么 别紧张例行问话 这边已经跟你们园区沟通过 但整件事都得调查 懂我一定配合 你来复兴园区做什么 园区主管派我来的 主要是完成交易 带委款回去 外面的人是你埋伏的吗 是 为什么 为了完成园区的任务 我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 担心被黑吃黑 所以来的时候 请了一对人跟着 那会儿你也看到了 诺克尼想吃我的围款 可你骗了诺克尼 你想对付他 是我骗了他 但我不想对付他 他一直暗示我围款 要分他一些 可那是园区的马内 我不能动 才想到用这个办法 摆脱他 我说出之前就想好的瞎话 反正无论如何 都不会抖出飞鸽他们的计划 按照我这个故事的思路 就是诺克尼建材起义 我想办法自保 至于猛仔的出现 提前找几个人保护我也很合理 接着阿冷姐问出一个关键的问题 八面哪 他为什么要帮你 这个真不能说 你也别提八面的名字 否则真的会很麻烦 行我信你 正好我也不想聊他 这里有些药 你拿去处理伤口 多谢 我说的很生硬 这算什么 下令打我的人是他 如今送药的人还是他 我甚至怀疑他有双重人格 而我打开袋子的时候 人麻了 酒精针线杀布止痛药 有问题吗 都是处理伤口最基础的药品 还是说要我帮你 不用 就这样吧 伤口不处理了 我怕疼 这可不行 诺克尼赶了 上面交代你得活着 可伤口不处理会感染的 我来帮你 你不要过来啊 我听到诺克尼的消息很震惊 可还没来急去深究 便被阿冷姐恩地上强行治疗 甚至我啥时候昏过去都不知道 感觉他就是在报复我 直到有人把我喊醒 喂吃饭了 我还活着 我要活下去 一定要活下去 我也不管那独子说臭味 把食物全部吃进肚里 因为我得活下去 活着还有希望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 你是谷主管 叫我谷老头就行 这次阿飞把我害惨了 你认识飞哥 难道是来放我出去的 年轻人还是面对现实的好 不要抱有太多幻想 你捅那么大的娄子 我可不敢保你 可这件事 你不用讲道理 这种地方也没有道理可言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 因为你诺克尼嘎了 给我们公司造成了损失 老板现在很生气 所以我活不了呗 对搞不好 我也得跟着受罚 因为阿飞找到我 我才给老板推荐的程序 结果搞成这个鬼样子 原来是这样 那你过来找我就为了说这些吗 我知道了飞哥如何搭上线的 但对我没什么用 接下来古老头的一句话 差点把我吓到当场去世 我来送你最后一程 还有什么医院就说吧 等等事情都还没搞清楚 不用搞清楚 上头说了要你的命 你就得嘎 让我打个电话行吗 就一个 这个肯定不行 你也别折腾了 等以后我烧给你 接着我被两个内保带到外面 一辆出园区的车衣等着我 看来他们没有跟我开玩笑的意思 真打算要我的命了 十三来是小心做人 我承认你是个人才 之前看走眼了 不重要了 早知道让你一枪崩了我 何必让我受这么多的苦 有点突兀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对啊 何必急于一时呢 要是诺克尼的老板恨我 应该折磨我才是 事情太多 包括诺克尼嘎勒又急着逼我 我还没理清楚 可我马上都要隔屁了 也懒得去想这些东西 随后车子驶出园区 来到一片芭蕉地 十三要送你上路了 那来吧 还挺硬气 若你说出有用的东西 或许还有个活命的机会 有些是你不方便跟阿冷说 但可以跟我说 果然有问题 这是想从我嘴里套话 我都知道了他的意图 肯定不会说 事到如今总得搏一把 该说的我都说了 事情就那样 你们的主管想吃掉我们园区的尾款 难道还不许我反抗 人知江嘎其言也善 你还不说实话 是啊 我都要嘎了 真没必要骗你 我依旧坚持 哪怕他下一秒崩掉我 我也是这个态度 因为一松口就全完了 随后古老头收起枪 拿出个手机拨通后递给我 我打给阿飞了 你跟他聊两句 都是些难缠的人 飞哥吗 那你跟他是一路人 我被他摆了一道 以后见面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也搞不懂两人的关系 结果手机跟飞哥聊了起来 十三你没事吧 没事我嘎不了 不过说的伤倒是不轻 兄弟你受苦了 但是你放心 他们绝对不敢嘎你 那个软件我故意留下漏洞 当得知你出事后 我便进行了远程攻击 黑掉了他全部资料 估计他们的电脑 现在都无法正常运作 飞哥还是个黑客 以前没看出来啊 我黑个屁 花马内请专业人士做的 那边的老板不敢乱来 否则会琐失很多马内 可这件事闹大了 该怎么跟我们老板交代 不要管那么多 你先回来再说 飞哥一通操作保下了我 这是古老头 从我手里拿过手机 搭飞电话已经通过 你可以放心了吧 送十三过河 大家往后警示不犯河水 我怎么相信你 你又说黑掉我们资料库 那些都是证据 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反正我见不到十三 就把这些证据发回国内 你和你老板都得完蛋 若你放十三离开 等他安全了 我自然会销回手里的资料 晦气 你这是专坑熟人 以后再也别跟我联系了 别装了 这次诺克你一把 你就是老板的代言人 况且只要你要定诺克 你要吞掉尾款 就没人会怪你 两个老狐狸的谈话 把牵扯到的利益 说得清清楚楚 而古老头也不多问其他 将我送到美赛河边 都给你安排好了 待会坐那条小船过去 多谢古主管 你真想谢我 就告诉阿飞 别傻花样 万一资料泄露 你跟他以及家里人 都要一起完蛋 这个请放心 飞哥只是为了保我 不会做着麻烦上身的事 滚吧 看见你就烦 好我马上滚 我忍着剧痛上了小艇 很快到江对岸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感觉这一切都很梦幻 也幸亏飞哥留下后手 不然我这次是真的凉了 当我走出几步 只见大牛从一旁的草丛后钻出 十三哥伤得重吗 大牛你怎么在这 那天你被抓走后 我打给飞哥说明情况 他让我在这边激应你 对了没款呢 如今人还活着 那东西可不能丢 我本以为回到自己园区就安全了 可刚进大门就被控制 搞得我莫名其妙 拒接上级飞哥利用 提前留下的漏洞入侵对方电脑 硬是逼迫古老头把我放了 我刚过河边看到大牛 尾款呢 那两包若是丢了 我们也不用回去了 放心吧十三哥 飞哥都安排好了 说我留尾款在身边不方便 所以尾款和诺克尼尸体 已被猛仔带回 那没事了 尾款在猛仔手里出不了叉子 我当然看出了其中猫腻 那就是飞哥的想法跟我不一样 他不相信大牛 更不想让大牛卷马内跑路 这时大牛递给我一个手机 十三哥八面让你打个电话给他 是得跟他聊聊 毕竟我还欠个人情 这个人还挺讲义气 是他送我们过江的 是挺重情重义 感觉当初跟他们要马内 有点小人之心了 我感到不好意思 而电话在此时接通 传来熟悉的声音 十三出来了 多谢出手相助 你在西港帮我一次 如今我还给你 没什么好借的 那矫情的话就不说了 我当初拿你八十个马内 等机会合适会还给你 再说吧 我们现在两清了 不过我得提醒你一句 大吉利这个地方 你没啥要解释就别来了 就像我不能去西港一样 多谢提醒我多懂 我挂断电话 便跟大牛踏上返程 由于手里没那笔围困 也不可能动歪心思 一路上很顺利 我们回到了熟悉的大门前 黄乐我回来了 这绕了一圈回来 感觉好奇怪 谁说不是 但凡出点差错 我就回不来了 不过你放心 这次我们办成了园区的事 辛苦费肯定是有的 回到老窝 我紧绷的神经随之松弛 只见蝎子朝我走来 十三回来了 是 看蝎子主管的神情 那件事应该过去了吧 嗯 都过去了 只怪我们运气不好 全部挨了一顿收拾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但过去了就好 我听到蝎子的话心情不错 远去把那件事先过去 就意味着雨过天晴 蝎子却说出令我意外的话 来人把十三拿下 等等发生了什么 蝎子主管这中间 怕不是有误会 蝎子没有制止的意思 两个内保拿枪过来 把我控制住 我也不太确定 是因为哪件事 蝎子主管我为远去 出生入死 刚回来你就这么对我 总得给个解释吧 我也不清楚 倩姐让我这么做的 倩姐 把十三代区小黑屋 有话呆会见的倩姐再说 大牛你回宿舍休息 随叫随到 知道了 我心里郁闷了 这才刚回到园区 又被关进小黑屋 而且不知道倩姐要问什么 多少还是有些紧张 大概过去十几分钟 倩姐带着蝎子过来了 倩姐这是做什么 大家都那么熟了 有时也能好好说吧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你挺能耐啊 让你去出趟差 结果你把复兴园区弄得鸡飞狗跳 还让他们那边嘎了一个主管 我也是北逼无奈 为了自保才会跟他们闹的 倩姐抬手打断我的话 表示不想听 接着开始了重头戏 你要是有本事 哪怕你灭了整个园区都跟我没关系 我只要尾款 而你跟大牛好像是两手空空回的园区 吓死我了 还以为有多大的事 原来只是为了尾款 看来飞哥没让我们再把东西拿过来 还等着我回来表演 说话尾款在哪 那比马内弱势丢了 不管什么原因 你都得补上 少一个子你都要完蛋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让人先把尾款带回来了 由于我去的时候担心他们耍诈 所以雇了几个人跟着我去 之后发生了意外 我便让他们先带着马内回来 倩姐雇佣费应该能报销吧 给你手机 让人把尾款送过来 我今天必须见到 好我马上去办 我接过手机 一通电话打给蒙仔 简单交代之后 让他把尾款送到园区大门口 毕竟飞哥和老肖正在合作 我们现在属于自己人 等电话打完倩姐又跟我诉苦 十三你别怪姐 这件事我也没办法 之前你出事 老板以为收不到尾款了 把我跟阿飞臭骂一顿 幸好你带着尾款回来了 否则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倩姐我懂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你有话直说 我在复兴园区搞出那么多事 老板不生气吗 同行如敌国 纵使园区坚罗尔有合作 也不可能有多好的关系 老板巴布的你把复兴园区拆了 那咱们不怕报复吗 怕个球 他们远在大吉利 我们在西港 赶来就把他们的腿打断 说的也是 蝎子主管牛批 我跟倩姐聊完天放松很多 因为园区只想要尾款 不会再去计较这件事 相当于说我安全了 片刻后两个内宝 扛着麻袋进来 倩姐刚才有人送来两包东西 说是一定要交到你手里 打开它 等袋子被打开 只见里面全是麻内 倩姐看到后露出了笑容 十三干得不错 业务能力更强的 没让大家失望 倩姐还真是现实 有价值就夸你 没价值就熟识你 倩姐为款已到 能放我走的吧 你先别急 我拿回办公室清点一下 走个流程 倩姐我饿了 蝎子你去点几个贵点的菜 让人送过来给十三 多谢倩姐 多谢蝎子主管 我跟两人客套一句 闲着的心总算落了地 这次园区的任务圆满完成 同时也对诺克尼动了手 只可惜出现意外 让他折屁了 吃完饭后 倩姐没多久进来 十三我验过了 数额完全够 这包是你们的奖励 想怎么跟大牛分配在你 倩姐我还额外雇了人 这怕是有点少了 我还有事 就先去忙了 倩姐当做没听见我的话 静止离开 我见没多要的好处 也不再多待 直接回了宿舍 十三哥回来了 他们没为难你吧 没事了 我们为园区流血流汗 倩姐还给了好处 里面的马内一人一半 呃 又给我一半 不用这么多吧 别跟我客气 是你拿命拼来的 多谢十三哥 呃 那个 算了不说了 大牛欲言又止 整件事他从头到尾参与 肯定看出了猫腻 但以他的脑子 想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也没有解释 接着我带了叔叔 出园区去逛商城 晚上回来后 飞哥叫我去他房间 臭小子挺有本事 在别人的地盘 还能玩这么多花火 这次让我刮目相看了 飞哥你可别提了 本来不会伸出险境的 奈何低估了 一个女人的实力 那丫头我听说过 不是寻常货色 身上的伤不要紧吧 养断时间就好了 我担心的是 古老头会找麻烦 放宽心 我跟他还是有 丁点交情的 况且我承诺销毁 那些资料 不会再有麻烦 这样就好 否则还要提防 有人偷袭 也是闹心 只可惜诺克你打了 走跟我出去一趟 给你看个惊喜 飞哥说完 驱车带我离开园区 我倒是挺好奇的 他要给我什么惊喜 之后我们到了老肖别墅 我们的大功臣回来了 这次的行动多亏了你 肖爷别拿我开玩笑 我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当时害怕极了 好在飞哥布局得当 才保住我的小命 十三对不起 怪我没布置妥当 当时应该先派人断后路 保住你们才是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在外面行动哪有不危险的 对了不是说有惊喜吗 把诺克你带上来 我为园区办成大事 终于得到老板赏识 可也伴随着无尽危险 拒接上级我圆满完成 圆区任务 飞哥又带着我外出 让我看到了一个大惊喜 什么诺克尼 他不是中弹嘎了吗 怎么可能又没打中要害 只是个障研法而已 我们说诺克尼嘎了 那边的人就不会追究 否则他们会想尽办法要人的 原来如此 这种阴谋诡计 也就阿飞能想得出来 说文明一点 这叫谋略 说实话 我对飞哥的布局挺佩服的 在两人闲聊时 只见诺克尼被带上来 满脸鱼子 十三你这个混蛋 亏我那么信任你 你竟然出卖我 老实点 蒙仔把诺克尼掐住 我再次看到这张脸 心中没一丝怜悯 省省吧 这话也能说出口 你不也在算计我 只是其差一招败在我手里 那你就得认命 若我被你抓回去 如今都被埋芭蕉输下了 混蛋早知道如此 我就该直接把你干了 也不会有后面那么多事 笑话哪来的早知如此 当初你不仅想吃为款 还想引出藏在暗中的人 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太贪 我说对了吗 可恨啊 想我一命一事 竟然栽在你个B3手里 闭嘴别说那些没用的 待会萧爷问你什么 你就如实回答 别再跟我耍花样 蒙仔立声呵斥 别墅内随之安静下来 老萧上前问话 说吧你为什么要给大佬下毒 他可是你的义父 又是谁指使你的 说了我还有命吗 我知道你们还想要命啊 没错我手里是有一组 但不会随便给你们 想让我放了你 对等我安全了 才会把东西拿出来 看不清形式的东西 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拖下去继续用手段 我定制的一批药水快到了 应该能起奇效 没事人在我们手里 可以慢慢对付他 就两人对话的语气 显然是把诺克尼 看成锅里的鸭子 而飞哥也在这时开口 今晚就到这吧 主要是戴十三过来看一下 毕竟这是他的胜利果实 飞哥过奖 这次行动我跟猛仔都有份 功劳是大家的 十三哥快别说了 这次你以身涉险 功劳不是我能比的 这还有二十个马内 不算太多 小爷 说好大家一起行动 事成后我拿一份好处 我们算是合作 拿着受了伤不得养身体 你这次做得很好 不愧是阿飞带出来的人 我也不好过多亏托 便把东西收下来 之后我跟飞哥离开了老小别墅 车上飞哥严肃地告诫我 十三你应该早发现 诺克尼有问题吧 只是有一点感觉 尤其是他答应我到园区外 进行住宅买卖时 我觉得太顺利 这答应得实在爽快 为什么你不想办法脱身 还要一心对付诺克尼 富贵险中求 这么好的机会总得试一试 怎么说你好 不要总想着帮我 你不欠我什么的 知道了飞哥 我没有去辩驳 回到宿舍 躺在床上睡到隔天中午 我才去找扎哥 扎哥我回来了 可以交接小组工作了 做 工作的事不用急 你这次挺行啊 角度复兴园区一头论 而且还活着回来了 扎哥你别拿我开玩笑 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这一旦去到别人的地盘 就什么保障都没有 那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行了别在这跟我诉苦 去其他园区出差 风险是大险 但只要能成 获得的好处也不少 也就挣点血汗钱 说的也是 你去找倩姐吧 工作上的事不用急 你那族的进度一直正常 多谢扎哥 随后我去找到倩姐 倩姐没有跟我多说什么 只是让我上车 接着驱车驶出园区 倩姐我们这是要去哪 别问那么多 到了地方你自然会知道 是我多嘴 倩姐如此严肃并不多见 肯定是有大事 我心中生起一丝不好的预感 提醒你 倩姐请说 待会别问别多嘴 别人问你什么 你就如实回答 一定要收起你那些小心思 因为只会起到反作用 是 记心里了 又是这些熟悉的话 不会又要去见老板吧 难道出问题了 是诺克你的事吗 我做贼心虚 心中实在忐忑 可是到如今已不可逆转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脑子里则想好几套说辞 等到一处荒娇野外 倩姐让我下车 十三到了 待会说话注意态度 倩姐我知道了 我下车后看到一排 身穿西装的保镖 围在一辆车旁 倩姐恭敬地说话 老板人带过来了 还真是老板要见我 也不知是不是货 老板好 我心跳加速 纵使只是老板在车内 隔着玻璃跟我对话 也让我感到心颤 你就是十三 是我叫十三 这次的事 你办得不错 园区吩咐的是 自然要做好 其中也少不了 各位主管的运筹帷幄 谦虚 该是你的功劳 那就是你的 任何人都抢不走 多谢老板赏识 我不敢说废话 知道言多必识的道理 每回答一个问题 都格外小心 接下来正题开始了 你为园区做事 我也该了解你一项 把出生到现在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是我出生在 我九真一假的讲述过往 由于很早就认识飞哥 底子并不干净 这倒帮了我大忙 而一讲就是半小时 都是穷给闹的 你再讲一遍 好 我清楚这就是试探 只得从头再次讲述一遍 但说的大多为真 也不存在出现纰漏 黄老板问出关键问题 你嘎过人没有 嘎过 嘎过多少个 能记住的有两个 杀男跟独眼 乱战的记不住 我开始往自己身上泼脏水 若是我说没嘎过 那这次面就白见了 黄老板甚至会对我下手 独眼还真是你嘎的 够狠 有仇自然不能隔夜 我利用独眼手下的人做掉他 然后安排那个人跑路了 经过这几次的事 能看出你的能力还行 而我这个人稀才 想培养你一项 多谢黄老板厚爱 可套话就不用说了 我不吃那一套 最后一个问题 你觉得阿飞有问题吗 我一路跟着飞哥 那边查得严飞哥做不下去了 所以带着我来戏港搞马内 我们之前是想自己赶 结果合伙人赶了 我没问你这些 你说的阿飞已经告诉过我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认为飞哥没问题 他现在一心为了园区 我搞不懂黄老板为什么如此问 但我不会出卖飞哥 沉默片刻后 黄老板再次开口 阿飞有问题 只要你把事说清楚 我让你当主管 否则把你埋了 不对他的诈 若飞哥真的有问题 他早就把我和飞哥一起忙 不会等到现在 不可能飞哥一心为园区 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认定黄老板的意图 一口把话咬死 反正不改口了 倩姐则从旁劝我 十三这次没跟你开玩笑 知道什么赶紧说 我知道的都说了 总不能让我诬陷飞哥吧 我们为园区做的贡献 大家有目共睹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老板真的没有 埋了 不是你们要干嘛 我没想到他们会来真的 把我丢坑里了 我在园区混了许久 终于被老板提拔 看着貌似好起来了 实则处境变得愈发危险 拒接上级倩姐 带我去见黄老板 可我从头到尾 只看到老板的影子 起初还谈得好好的 可他突然间就要买我 住手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们不信可以去查 做决定不能如此无端 我为园区出过力 还差点把命搭上了 这不是我想听的 继续 完了他来真的 若我爆点飞哥的黑料出来 不知能不能活命 不行我不能出卖飞哥 我脑子里闪过很多想法 慢慢的我感觉呼吸困难 没了意识 等再次醒来 我人已经躺在医院 头好疼 我这是凉了吗 你还活着 告诉你个好消息 老板的考验你通过了 考验 没错就是考验 若只是简单的盘问 早在园区收拾你了 又岂会大费周章的 把你带到郊外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再也看不到太阳了 我心有余悸地复合到 知道之前赌对了 但最后被埋的画面 着实把我吓得不轻 害我差点没扛度说错话 十三你心里别有情绪 想往上爬都得经历这一关 其实老板对付你的手段 已经很客气了 我懂自然不会多想 大家都是为了园区 不错思想觉悟很高 我希望你说到做到 行了好好养着吧 我先走了 这话说的 难不成我还敢跟园区对着干 也多亏了身上有伤 否则一顿毒打少不了 倩姐准备离开时 只见飞哥急匆匆地冲进病房 他看了我一眼后 满脸都是怒火 十三你没事吗 应该问题不大 只是头有点晕 倩姐不带这么玩的 我们来园区是为了搞马内 而不是来遭罪 难道你们不知道长时间窒息 会影响到脑子吗 十三可是靠脑子吃饭的 唉 阿飞你先别激动 这种事我们有经验 出不了乱子 等真的出了问题 那一切就晚了 况且十三刚帮园区办成大事 身上还带着伤 你们就来这一套 这跟谢莫杀驴有什么区别 我要打电话跟老板问个清楚 飞哥的情绪很激动 当场就掏出手机 我刚想阻止飞哥的行为 却被倩姐先一步制止 阿飞差不多行了 你有火就在病房里发泄 这些话在我面前说说没什么 但传到老板耳朵里终究不好 再说十三现在又没事 飞哥算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对劝劝阿飞 你们聊 倩姐说完退出病房 没有再多劝什么 因为出了问题也是飞哥兜着 飞哥则是奸诈一笑收起手机 刚才都是做样子给倩姐看 以她的脑子 不可能去质问自己老板 飞哥你这演技精湛啊 说的跟真的一样 你配合的也不错 虽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但有些时候还是得表达自己的愤怒 不能一直逆来顺手 那也得有实力才能说这话 否则说出来容易挨揍 你说的也没错 要是自身没点实力 那说什么都是扯淡 十三你去见了老板 他跟你聊了些什么 我就知道飞哥会问 便把事情大概讲述一遍 飞哥听完后神情凝重 如此说来老板看中了你的能力 而且你通过了考验 他应该会用你 这不挺好的 老板会让我当主管吗 还真不好说 因为这些人的想法难以揣摩 有时一点一心便会直接下手 说不定老板待会打了别的主意 派人来把你嘎了 飞哥我胆子小 你别吓我 我笑着开口 其实我知道飞哥的话 不是危言耸听 在西港在园区 我都只是个小卡拉米 一旦那些大佬想要我的命 不过是分分钟的事 行了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继续养着吧 我得回园区了 飞哥你有事就去忙 我一个人没问题的 飞哥离开了 病房内只剩下我一人 我则想起面见黄老板的场景 可以说是凶险异常 但凡出点差错 便会被深埋黄土之下 而按照飞哥的说法 我通过考验 应该会得到些好处 隔天一早我回了园区 先去见的倩姐 倩姐我没事了 过来跟你说一声 体格子不错 经过这次的事 有些深层次的东西 你便能接触到 但要管住自己的嘴 多谢倩姐提醒 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我很清楚 你知道就好 此次考验没法提前告知你 你可别恨姐 怎么会呢 倩姐也是暗园区规矩办事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会说话 去找老扎吧 他会安排你新的工作 找扎哥吗 也就是说我没能成为主管 果然主管没那么好当 只有飞克那种民生在外的人 才会快速往上爬 我心中还是有些失落 毕竟我为园区做的是不少 却迟迟没能成为主管 随后我找到扎哥 他对我的态度转变不少 十三恭喜啊 扎哥这喜从何来 我有些听不懂 还给我装是不是 你之前去见了老板 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 从现在起 你就是电杂部的副主管了 多谢扎哥在陪 多谢老板厚爱 别整这些虚的 不管是你还是我 园区地位都是用命拼来的 往后你负责统计各组进度 以及新人的培训工作 跟我走 是扎哥 这个副主管就很尴尬 有点敷衍我的意思了 别说在电杂部 就是放眼整个园区 主管之下谁又干热我 说到底不过是给了我一个名声 我心中有些郁闷 随后跟着扎哥来到工作大厅 还会 从现在起 十三就是我们部门的副主管 大家欢迎 十三跟大家说两句 我跟在场不少人认识 也有一段时间了 大家往后友好配合 别让我难做 也别让我收拾任何人 都听懂没 懂了 如今我身份转变 不可能再跟他们嘻嘻哈哈的 而对付这些人 你就得够狠 接着扎哥开口道 都记住十三的话 今天说的就那么多 回去工作吧 中午前各小组长统计好 本月进度情况 交给我一份 十三副主管 这是我们组的进度表 我这人有个习惯 每天都做进度统计 我接过后 随便扫视一眼 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随即满意的点点头 做得不错 往后大家以黑眼组长为榜样 不要什么事都让我催 十三副主管谬赞 我只是做好分内知识 其他组长也抓紧 记住必须在中午之前给我 继续工作吧 我吩咐完之后 几个组长开始做事 至于我之前带的小组 扎哥已找到新的组长带 这道省得我去交接工作 而我现在的工作就轻松了 只需要看进度报表 然后汇报给扎哥 主要还是扎哥不会轻易给我实权 让我落得清闲 很快大牛也拿着报表过来 十三副主管我们组的进度表 做得还挺快 上头下达的任务 我们肯定要尽快去做 觉悟还挺高 其他组长也做快点 我催促一声 接着又是几个组长 把进度表交给我 他们的态度都不错 这让我很满意 可有一个新上任组长 始终没给我进度报表 你是叫小神吧 中午饭点已经到了 我要的东西呢 刚才谈一个大客户 真的没时间做 下午再交给副主管吧 你觉得我说的话 是在放屁吗 我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别人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手段是用来立威的 可小神偏不给我面子 副主管这又不等这样 你何必为难我 我先去吃饭了 进度报表下午一定给你 哼 站住我让你走了吗 其他组长都能拿出来 救你不能救你特殊 小神十三副主管发火了 你还不赶紧道歉 然后现在把报表做好 我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凶狠 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 只知道我想活下去 就必须如此 拒接上级 我通过了老板的考验 成为园区副主管 地位却没有得到实质性提升 而且刚上任第一天 就有不长眼的组长 跟我对着干 大牛你少给我来这套 谁不知道你跟十三 穿一条裤子 况且我们贫瘠 你还没资格对我说教 哼 你这个人怎么不识好人心 我可是在帮你 毕竟惹出麻烦 对大家都不好 对 原心 你拍马屁就算了 还敢说是为我好 十三大家都是混口饭吃 以前我开单的时候 你还抽过我的滑子 没必要为难我吧 小神当面质问我 可这嚣张跋扈的样子 让我感觉很不对劲 有问题 绝对有问题 园区是个等级森严的地方 脑袋没被鱼踢过 下面的人不敢对管理层 如此说话 小神你有些过分了 十三现在是副主管 注意你说话的态度 我什么态度 难道我姿态放的还不够低吗 又不是我不做进度报表 只是想吃完饭再做 这过分吗 我管进度统计 让你们什么时候教东西 就得什么时候教 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现在的问题是时间到了 你没能完成任务 我的声音变得冰冷 双眼死死盯着小神 整个工作大厅内随之安静下来 连小神也怕了 那那我现在去做 刚才给过你机会的 现在已经晚了 你过来揍他 内宝听从我的吩咐 过来给小神一顿揍 而我的脸上没有一次表情 尽管我不想收拾人 但这次不立威的话 往后难以扶重 小神很快求饶 十三副主管 我错了 以后你说什么 我肯定照做 你这种人就是犯贱 不揍都不行 可你没有以后了 来人拖出去埋掉 我故意把声音提高 要逼迫指使小神的人站出来 否则单凭他一个小组长 借他两个胆 也不敢忤逆我的意思 只见小神脸色吓得苍白 十三副主管不要 我又没犯多大的事 不至于吧 况且我身上还背着赔付 你的赔付也没多少个马内 我出了 这这 小神想不到我会这般狠辣 连话都说不清楚 他东张西望寻找救星 这时扎哥出现了 十三怎么闹那么大 都要埋人了 扎哥来了 小神不服从园区管理 我觉得留下也没用了 还不如直接消货 扎主管救我 我也是一时糊涂 保证不会有下次 谁给你的胆子 连上级的话都不听 因为你是谁 还言起来了 若不是你指使的 他怎么敢跟我对着干 我错了 刚才也是忙着出大单子 才会耽误十三副主管吩咐的事 那还不滚去做 是是 我这就去做 小神捡回一条命大喜 跑到电脑前疯狂工作 而扎哥出面了 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这次的是记好了 往后谁再敢不听扎哥跟我的话 把你们直接埋了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十三说的没错 做事前认清自己的身份 别成天跟我找事 都去吃饭嘛 之后 我跟大牛来到食堂 大牛对我竖起大拇指 十三哥牛逼 恭喜十三哥荣生副主管 刚才那一手操作 瞬间镇住了所有人 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我也想跟小神友好相处 谁让他不上当 今天若没有收拾他 明天就会有更多的小神冒出来 那我的工作就没法开展 到时老板怀疑我的能力 便永远不会用我 还有这层厉害关系 我都没想到 可小神的胆子为何突然变大了 自己想吃饭 我没跟大牛解释太多 知道的多了对他不是什么好事 吃完饭 我们继续回去工作 等到了晚上 我请几个组长跟主管出去吃饭 飞哥留守园区没有去 多谢各位主管栽培 才让我有今天的成绩 这杯我敬大家 十三刚进园区的时候 我就看出他不烦 并一直用心打磨 果然没辜负我的一番苦心 十三确实不错 可惜还差那么一点很近 我需要跟几位主管学习的地方 还有很多 往后还希望几位主管多教教我 十三在这里先谢过了 我清楚自己的身份 虽说现在是副主管 但跟眼前的几位老主管相比 啥也不是 表面上还得做出谦卑的样子 倩姐则是送我一份大礼 十三你如今也是副主管了 而且有女人 成天住在多人宿舍也不方便 往后就住单间吧 多谢倩姐 那什么时候可以搬过去 我已让人把房间收拾出来 你随时能搬过去 就这样酒足饭饱过后 我跟叔叔搬进了单人间 环境挺不错 再也不用纹着刺猬头的臭袜子睡了 十三哥往后我每晚都能看到你 想想就高兴 是 还把开房钱省了 你就只会想那是吗 对了 你说我们会有未来吗 我也不知道 但我能承诺你一件事 只要我活着的一天 就会对你好 十三哥我信你 早点休息吧 一觉醒来我心情大好 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 可来到楼下 四周高耸的围墙 把我拉回现实 我不过是老板的公爵 接着飞哥的电话打过来 十三那边有结果了 现在跟我出去一趟 好我去跟扎哥请个假 你弄快点 我在园区大门口等你 飞哥没说清楚 但我知道是诺可尼的事 听飞哥的语气 诺可尼应该交代了 随后我来到扎哥办公室 扎哥早 大星早过来 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点要紧是得出去一下 来跟扎哥请个假 有事就去忙 以后给我打个电话就行 不用亲自跑过来 毕竟你的身份不同了 扎哥这话折杀小弟了 再怎么不同 我也是你的手下 我不明白扎哥的意思 赶忙出声解释 以我目前的实力 还不足以跟扎哥起正面冲突 你别紧张 我没有其他意思 园区是什么地方 你也清楚 团结起来对谁都有利 扎哥说的我懂 园区也是讲究相互合作的地方 我记得一直以来 都是扎哥说什么 然后我照做 可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事 还有耐自营救扎哥 打住 你做的 我都看在眼里 有你这些话就行了 去吧 多谢扎哥体谅 我离开扎哥办公室 知道他什么意图 这是在警告我 也是在拉拢我 像我现在愿意臣服 那就不会有什么事 他也乐意有意得力助手 若我不同意 扎哥会想办法打压我 甚至是除掉我 随后 我来到大门口找飞哥 跟他一同前往老肖别墅 阿飞十三你们来了 随便坐 大清早就叫我们过来 是诺克尼说什么了吗 我给诺克尼用了最新的药水 他全部都招了 招了好 那诺克尼人呢 飞哥的话一出口 老肖和猛仔都陷入沉默 那不用多说 诺克尼铁定没了 看样子 诺克尼已经被沉浆了 万一他说了假话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也不是说要追责 可十三说的话 我们也得考虑 这个道理我也懂 是我的失误 当时泰心急用大了药量 没能抢就过来 蒙仔没怪你的意思 诺克尼最后说的话 你觉得是真还是假 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真的 真假难辨 所以才让你们过来 阿飞你观察力强 跟我进去看 诺克尼招供时的录像 飞哥大佬的事 有太多利益纠葛 牵扯其中的人都不是擅长 整件事变得愈发凶险 聚接上级飞哥带我去老肖别墅 结果诺克尼小兰平喝多凉了 只留下一段逼供时的录像 阿飞十三 你们慢慢看 我就不打扰了 有什么事打电话给蒙仔 老肖你不用跟我客气 有事就去忙 识别诺克尼话的真假很重要 就交给你了 老肖退出了房间 我跟飞哥准备看录像 飞哥严肃提醒我 十三待会别大意了 察言观色的能力很重要 甚至将决定这件事的走向 我们处于弱势方 输不起的 知道了飞哥 不被恶意引导 那开始了 飞哥说完播放录像 我睁大眼睛观看 只见诺克尼被折磨得老惨 而这段录像的关键信息 只有一点 诺克尼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炮王是谁 诺克尼从他那拿的毒药 要这句话是真的 两人肯定有某些联系 小炮当年大佬身边的马仔 算是老肖的小弟 可那件事之后 他自己出去单干 快速崛起成为西港的舌头 那就有问题了 我的猜想是 炮王帮某个很强大的人做事 当出到飞哥的大佬号 他得到了扶持 猜想没任何意义 甚至会误导你 继续看视频 飞哥拉回我的思绪 接着我们反反复复的看视频 我很快发现不妥的地方 但是没说出来 不知看了多少遍后 飞哥缓缓开口 行了该看的也都看了 我们出去吧 来到外面 我感觉天旋地转的 老肖快步围上来问道 阿飞怎么样 诺克尼的话是真的吗 就我看的这段录像 看不出他说假话的痕迹 十三你呢 我觉得也是真的 既然你们都如此说 我就放心了 那诺克尼的嘎吊 便不会影响后面的计划 他是害大佬的直接凶手 也算为大佬报了仇 可他为什么要害大佬 录像代理可没有 飞哥的话一出 客厅内陷入安静 我也没想到 飞哥会问得如此直接 老肖也倒没隐瞒 还没问出来 人已经凉了 猛仔你下次做事得注意点 知道了肖爷 过去的事先不说了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搞 你跟猛仔先去接触下炮王 看他什么反应 他如今在西港的势力不小 老肖你觉得呢 这种废脑子的事 你来安排就好 猛仔你全力配合十三 他做事比你稳重得多 大家商量着来 猛仔我们走 不等猛仔说话 我率先开口 随后我跟猛仔去车离开别墅 来到一个小码头 猛仔跟我介绍情况 这就是炮王的地盘 他曾放出话 只要给的马内到位 他能运输任何东西进出西港 口气这么大 他不仅口气大 提起更大 我认识几个在他手下做事的人 只要做事出点小纰漏 就得挨揍 我只向不远处的路边摊 接着两人走过去坐下 随便点了些吃食 经过一连串的危险 我的内心发生不小变化 纵使身处别人地盘 也不会觉得紧张 这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问我们 两位坐船走吗 都坐 晦气 不坐船来着晃悠什么 如此明目张胆地问 就没人管吗 因为这是炮王的地盘 献兵肯定知道 但他们选择睁只眼闭只眼 势力够大的 我感叹完 继续观察四周 只见不远处传来打骂声 动手的人正是炮王 狗东西敢跟我讲条件 给你多少就拿着 若非我带你 给你在我手下混饭吃的机会 你能有今天吗 还敢跟我提加马内 炮爷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炮王的手下跪在地上道歉 吓得瑟瑟发抖 可炮王怒气未消 给了他一大嘴巴子 最好不要有下次 滚去做事 试试我马上去做事 看什么看 你们都不用干活吗 炮王嚎出一嗓子 吓得他一帮马仔低下头 连议论声都听不到 我则看向萌仔 气场够强大 而且脾气十分暴躁 下面的人肯定都很怕他 他下手特别狠 纵使他的手下经常挨揍 也没听过有谁敢背叛 本想拉拢他挨揍的马仔 看来是我想多了 说不定刚拉拢他转身就把我卖了 他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别管他吃东西 我和萌仔不在议论 只见他坐在我们隔壁桌 上菜老样子 炮爷烧灯马上就来 虚惊一场 他也是过来吃东西 看样子经常来这家店 我认真的观察炮王 可他只是吃东西 于是准备离开 吃饱了我们走 这家店的味道还不错 老板结账 不用麻烦了 他们的账算我头上 糟了 看样子还是出了问题 他就是冲我们来的 能成为西港最大舌头 果然不是一般人 我意识到不妥 依旧故作镇定 并对炮王的买单行为表示感谢 这位大哥多谢 我们还有事就先走了 下次我请你 到此 萌仔十三 你们不是来找我的吗 这就要走了 炮王把话挑明 我脚不顿住 若这个时候还装疯卖傻 就真没啥意思了 没想到炮爷惊认得我这种小人物 我倍感荣幸 你要做什么就直接说 我们赶时间回去 闭嘴你跟老肖一个臭脾气 我没心情跟你说话 十三过来坐 多谢炮爷给面子 我给萌仔十个眼色 示意他说话为晚点 便一屁股坐到炮王对面 炮爷你有什么吩咐 吩咐谈不上 看到西克顺便聊两句 你们来我的地盘做什么 我们出来随便走走 不知怎么就来到这里 正好肚子饿 就过来找东西吃 炮王没跟我啰嗦 直接将碗砸在地上 爆脾气瞬间起来了 老子跟你好好说话 非得把我当智障 想挨揍吗 炮爷我们怎么敢 说的都是实话 当然我没事就喜欢瞎溜达 看一下西港的风土人情 以备不时之虚 还跟我嬉皮笑脸的 十三你那套在我这没用 来人 我丢脾气这么大的 什么都听不进去吗 看来炮王不纯 他心里什么都清楚 只是脾气太臭 正当我如此想 只见炮王的人以为上来 把路边摊堵死 十三你想好了再说 我这个人的脾气可不好 万一你说错话挨揍 那可怨不得我 说的谁脾气好一样 给我让开路 萌仔的脾气也不小 拔出枪对着堵住的人 摆出要开枪的架势 可炮王不相信 萌仔你胆子不小 敢在我的地盘 挡着我的面量法器 倒是得了老肖真传 我不信你敢开枪 那我开给你听听看 萌仔人狠话不多 抬手对着天空 就是一枪 我知道事情闹大了 也只能跟着拿出枪 炮野我兄弟的枪走火了 还请见谅 我们只想离开此处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哼 拿着枪跟我谈谈 你们是在威胁我们 真以为我是你你的 看来没得谈了 反正我们的命不值钱 两个换这么多也值了 大家一起上路 也有个败 少来这套 别做出誓死如归的样子 你能豁出命难我也能 是吗 我反问的 这个局面就很尴尬 我们不动手 炮王的人也不动手 可我们也出不去 所有人都干耗着 最后还是暴躁的炮王等不了 把他们拿下 来啊 蒙仔开枪 打中一人的大腿 瞬间震住在场所有人 我则头疼不已 狠点是没错 可这也太冲动了 现在该怎么离开 我最怕的还是遇到莽夫 因为他们不听我讲道理 不管我说什么 反正就是要销我 拒接上集 我跟蒙仔去踩点 踩一顿饭的功夫 便被发现了 而且蒙仔 还跟对方起冲突 开了枪 敢在我的地盘开枪 真是活腻歪了 我们路过吃个东西 你非得问一堆话 还不让我们离开 我开枪怎么了 当真以为我好欺负 蒙仔 炮爷怎么说也是前辈 我们得尊重 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不过话说回来了 炮爷我们过来吃个东西 没招你惹你吧 我们现在只是想离开 放心那位兄弟的医药费我除 我极力劝说 想尽可能把事情化解 这是在人家的地盘 这么多人堵着真没法走 至于挟持炮王离开 更是不可能的事 真走到那一步 意味着彻底闹翻 而炮王赶在这 明目张胆地做生意 背后肯定有大靠山 我们明面上不能招惹 皮医药费 我劝你那三瓜两枣嘛 把他们拿下 我看水赶 水来水高 大不了一起完蛋 你一把枪能有几颗花生米 整个码头上几百号人 另外我记得你有亲人在西港吧 头疼 这脾气一个比一个大 就不能聊几句 眼见聊不动 我也不再浪费口水 便从裤兜里 掏出一颗手雷 谁放我裤兜里的 万一炸了杂掌 见白总藏着炸药去 见我带着手雷来 够疯的 放心我肯定不会拉还 我随手将手雷丢地上 吓得旁边的人后退了几步 之前猛仔用枪 炮王的马仔兴许有侥幸心理 可手雷爆了都得出事 接着又从裤兜里掏出一个 怎么还有 猛仔是你放我裤包里的吗 想起来了我也装着几个 猛仔附和道 这让炮王很上火 我在西港混的时候 都不知道你们在哪 虚张声势 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 我刚从大起立回来 脑袋被人打过不太好使 万一手抖 那就对不起炮爷了 哼 隔水脑袋好使一样 炮王的嘴很硬 可我手上刚有动作 他便起身抓住我的手 哈哈都散了 他们是我固有的小兄弟 我跟他们闹着玩的 炮爷临危不惧 佩服 怪不得我大哥说 炮爷是西港最狠的卷 都是过去的事 不提也罢 在相互给了一波台阶后 旁边的人散去 情况稍有好转 炮王的眼睛则一直盯着我 十三不愧是阿飞带出来的人 之前听说过你的一些事 今天一看果然有点意思 炮爷谬赞 刚才行事所逼无意冒犯 告辞了 听说诺克尼在大齐立嘎了 有这回事吗 有他被打中要害 没就过来 帮我给老肖和阿飞带句话 再继续下去 他们立嘎也不远了 话我会带到的 多谢炮爷高抬贵手 我客气应答 随后跟猛仔驱车离开 车上猛仔十分不减 十三那家伙什么个意思 我有些不理解 他威胁我们 就等于威胁飞哥跟宵爷 说明他不是好惹的 不想我们继续下去 这些事好复杂 还是回去跟宵爷说明情况吧 让他们自己抉择 对了你的手雷哪来的 宵爷的呀 出来是飞哥塞给我的 他说炮王不好惹 留个厉害的东西 在身上有用处 猛仔我有句话 还是要再跟你说 我思考再三 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提一下 免得猛仔以后吃亏 没事你说 以后坐视火器别那么大 若非炮王有意放我们一马 今日我跟你怕是很难走掉 我也知道这是我的短板 但性格这种东西很难改变的 以后几辆克制吧 为了你说炮王故意放我们 他图什么 这个说不好 或许是暂时不想跟飞哥他们闹翻 仅是给个忠告 毕竟是闹大的对谁都不好 我也只是猜想 毕竟不是炮王肚子里的蛔虫 没法准确揣摩他的想法 随后我们返回老校别墅 告知刚才发生的事 让飞哥高看了炮王几分 是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看来学经了 也没那么好下手 那件事后 我跟他接触的太多 已不是当初的马仔小炮了 咱们先不说他是谁 重点是他那句提醒 看样子不像是唬人 事情比我想的要复杂 可我们已走到这一步 没法放弃 老肖要不你先找人盯他一段时间 然后再做打算 请交给我来处理 发现情况再打给你 大佬的仇我一定要报 事情有变只能如此 那我跟十三先回园去了 毕竟还在那边做事 不好离开太久 有事随时联系 猛仔帮我送一下 之后我跟飞哥上了车 驱车返回园区 只有我跟飞哥的时候 我说出压在心底的疑惑 飞哥我还是觉得不对劲 你也察觉到了 而且不对劲的人是老肖 对吧 看来飞哥都知道了 这次诺克尼赶了我心 从我的角度来说 给那个素未蒙面的大佬报仇不重要 重要的是诺克尼知道密钥 可今天我们过来 老肖却对密钥的是只字不提 就很奇怪 我要说的也是这个 但想法跟你不一样 老肖越是不说 恰恰说明他已经知道了另一组密钥 这是在防着我们 也属正常 毕竟诺克尼都能搭他干店 而老肖自知脑子不如我 肯定要留个心眼 等需要的时候他会拿出来的 飞哥如此说 我也就不多想了 我不相信老肖 但我相信飞哥 既然飞哥都没太当回事 我也不去多想 只是我跟老肖以后会有芥蒂 回到园区 我在电脑前处理了些杂事 也就到点下班了 十三哥去食堂吃饭吧 你们去 我要跟叔叔到外面吃 你们这小日子过的 真是让人羡慕啊 我看着几人离开 正准备动身 却被倩姐叫住了 十三你刚才去了哪 也没去哪呀 就到外面溜达了一圈 严肃点我没跟你开玩笑 这件事导致的后果 可能会很严重 糟糕难道莫克尼的是被发现了 这如何是好 我该怎么编谎话来骗倩姐 我由于做贼心虚 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生怕露出马脚 连累到飞哥 倩姐却步步紧逼 十三这件事我没上报 目前也只有我一人知道 你现在说清楚 说不定还能补救 倩姐那我说了 刚才我去了那个 去了炮王的地盘 你想偷渡离开西港 从此摆脱园区是吗 绝对没有 我对园区那是忠心耿耿 虚惊一场 差点被倩姐吓死 原来她以为我要跑 我还以为是飞哥跟老肖的是暴露了 我听到倩姐的问题 心中有了底 反而是镇定不守 倩姐则继续发问 十三既然你不想离开西港 那去找炮王干什么 听到有炮王这么一号人 觉得挺神奇的 所以过去看看 当然也是为了熟悉西港 免得不要时找不到路子 但我真没有要离开园区的想法 否则大齐力之行 就不会回来了 真的只是这样吗 比珍珠还真 我怎么敢欺骗倩姐 只是炮王的脾气好大 我看到他打手下势挺狠 是我多心了 我一熟人看到你从炮王地盘出来 恰巧闲聊时提到你 所以我问一下 那炮王不是善类 你别去招惹他 倩姐我知道了 经过我一番还算合理的解释 倩姐也没有深究 或许是不重要 他懒得去动脑子 接着我到大门口 找到叔叔 带他出园区去餐馆吃饭 叔叔随便造 马内就是用来花的 否则人卡了马内还没花掉 多亏啊 你以前都只会攒马内的 怎么去一趟大齐力回来 就看看了 是在那边受到什么刺激了吗 那边的是不提了 叔叔来心里烦 反正我现在挺好的 那我也不问了 但我有一点 往后你做事要注意安全 那必须的 我的人生格言是安全第一 这话说的我差点心了 白天是谁拿着手来爽 真看不出呢 安全 你是炮王手下生狗 是炮王让你来的吗 我很疑惑 知道自己被盯上了 可觉得整件事不对劲 因为炮王已表明 不计较白天的事 有些人为了利益 什么都能干出来 根本不会念及旧情 我看得多也就见怪不惯 拒接上集 由于我们刚行动就暴露了 飞哥决定暂缓计划 可我和猛仔终究惹上了麻烦 因为炮王的头马找到我 你女人还挺漂亮 要不让他陪我们耍耍 我耍你 你最好别乱来 我们都带着家伙 我扫尸生狗几人 还是忍了一手 没拿出腰间的法器 况且叔叔还在一旁 十三哥我们打电话叫人 这里离园区不远 我们的内宝很快就能过来 你最好别那么做 他们来不及的 叔叔没事的 交给我来处理 生狗是吧 你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没时间跟你行 果然是快人快语 那我就不废话了 跟我走一趟吧 生狗的话 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同时也让我觉得不对劲 就炮王白天的态度 应该是不打算追究 没理由秋后算账 走啊十三哥 你不是爽快人吗 白天的事 炮王跟我说接过去了 你们这是打算违背他的意思吗 那是炮爷大度 你们去我们的地盘闹市 动静还不小 我们当马仔的 肯定要帮炮爷找回场的 炮爷的面子不能丢 隔着扯淡啊 炮王打你跟打狗一样 怕不是巴不得他隔屁 我还是觉得生狗有问题 他过来找我 肯定不是为了炮王出气 因为那样很不合理 接着生狗催促道 该说的说完了 你走不走 叔叔你回园区 我跟他们出去聊聊 枪你拿着 谁要敢乱动 直接打烂他的脑袋 知道了 二叔教过我怎么用 你自己当心点 别那么紧张 刚才开个玩笑而已 我们不是那种没院子的人 随后 我跟着生狗离开 来到一处破仓库 我主动交出手机 说吧 到底什么事 能让你大晚上的来找我 说实话我挺好奇 都说了是教训你 给我打 我靠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生狗带来的人也不磨叽 我被劈头盖脸 挨了一顿揍 他们没打几下 生狗又开口叫住 行了你们出去外面等着 接下来 我给他好好上一课 让他知道招惹炮爷的下场 你又是唱的哪一出 还有什么手段尽管来 反正有人看到你绑了我 若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也活不了 十三哥抱歉 刚才只是做做样子 免得出现纰漏 你怕不是有病 面对生狗的突然转变 我脑子有些不够用 感觉生狗人格分裂 你有什么话说清楚 别这种搞得云里无里的 十三哥我是来救你的 可我的身份太敏感 所以得伪装成找你寻仇的样子 就我 没看出来 炮爷这个人我最是了解 他心胸狭隘 你们白天得罪了他 不管他当时说过什么 都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想借刀杀人 我不等生狗的话说完 直接给他补上 听到这里傻子也知道了 生狗想借我的手除掉炮王 十三哥误会了 这顶多算合作共赢 你不会是炮王派来试探我的吧 我曾听说过 炮王手下各个中有 从来没有人背叛 这绝对不是试探 也不怕笑话 炮王生性多疑性格暴躁 我们所有人都怕他 一般情况下 肯定不敢生起背叛的念头 可由于一些事 炮王开始怀疑我了 刚才的话倒没听过 对于你的提议 我也没半点兴趣 我直接拒绝 之前我是有利用 他对付炮王的想法 可他如今想借我的手 除掉炮王 那就不一样了 等事情办成 他肯定会拿我背黑锅 甚至干掉我灭口 还能顺带说为炮爷报仇 树立他的威信 你可要想好了 这是绝佳的合作机会 我不需要你给的机会 没什么要紧失的话 我先走了 给你张好牌都不会打 我把计划全告诉了你 你觉得还能走掉吗 由于没谈拢 生狗当场翻脸 可我快他一步 拔出另一只法器 别乱动 否则一颗花生米送你归西 卧槽 你怎么还有法器 刚才不是给了那个女人 除了圆区我喜欢带两把 有什么问题吗 顺便给你上一刻 做事不要想当然 不然会形成惯性思维 你真简障 进来 生狗大喊一声 只见他的马仔涌进来 可我的枪顶他头上 不怕他掀起什么风浪 谁再敢往前一步 我要他的命 你们停下 十三大家买卖不成仁一在 你把枪收起来 我让你离开 你当我三岁小孩 都别乱动 否则枪走火了别怪我 我眼睛盯着几人 接着从生狗兜里 拿出手机 打给了蝎子 蝎子主管我被人劫持了 你能过来接我吗 先把地址给我 蝎子倒是干脆 这也不管园区内 还是园区外 就看他想不想帮你 可当我收起手机时 却看到生狗动了一下 于是我一开枪口 打出一枪 把生狗吓得够呛 你干嘛 你抖什么 让你别乱动没听到吗 我尿急 你千万别乱来 我已经很配合了 小插曲后 破仓库内变得安静 所有人就这么僵持着 直到蝎子带人到来 蹲下别乱动 老子的枪可不长眼 生狗是你 蝎子哥都是误会 刚才在餐馆吃饭 发生点小意外 结果搞成这个样子了 十三怎么个情况 跟他说的差不多 但我挨了一顿糟 我顺着生狗的话说 关于炮爷的那些事 不能让蝎子知道 免得引发更大的麻烦 那我帮你打回来 多谢蝎子主管 这个恩情我记下了 等等 西岗又那么大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没必要搞得太难看 去你呀的 我们对生狗一顿揍 打完后 我不忘警告他一句 以后别再来找我麻烦 我也不是好惹的 你跟我一样都是小角色 不要想太多 对 十三这次算你狠 十三我们走了 蝎子打算收手 毕竟炮爷面子 还是要给的 我也不再过多纠缠 跟着蝎子离开 而生狗这个变数 我打算尽快告诉飞哥 回到园区叔叔在门口等我 十三哥他们打你了吗 没事打得不中 回去擦点药酒就好了 十三往后外出 还是得注意点 干我们这行久了 免不了愁加多 多谢蝎子主管提醒 随后 我简单处理过伤口 我还是去找了飞哥 把整件事大概讲述一遍 听得飞哥皱眉 这是个变数 我们要的是活作炮王 问出想要的东西 而生狗想灭掉炮王 真让他那么做了 线索会断掉的 最好的办法是强先动手 可炮王不是省油的灯 外人不好对他下手 我得跟老肖合计一下 我也要打个电话给萌仔 生狗找了我 说不定也会去找他 在房间内 我跟飞哥个忙个的 飞哥跟老肖聊上了 可我这边却打不通 难道萌仔出事了 飞哥你帮我问一下 萌仔在干嘛 好我帮你问问 等飞哥问完 老肖给出回应 我让他去盯烧炮王了 可能现在不方便接听电话 十三你不用太紧张 希望我紧张过度了 萌也麻烦你了 问完萌仔的事 我也没太在意 之后便回了宿舍 跟叔叔聊完几句便睡了 隔天一早照常上班 电杂部又来了一批新人 扎哥让我带着熟悉下园区 十三他们就交给你了 SR是搞技术的 你多照顾一下 顺便告知他们园区规矩 知道了扎哥 如今电杂部的新人培训 是我的工作 而我也不是第一次带新人 对着工作手道勤来 反正不听话就揍一顿 打几次就老实了 慢慢的我发现 自己变得圆区化 不到一个小时 我便对他们完成新人培训 有一问说出来 大家可以谈 十三哥你可别让人打我们了 你说什么我照做 不错思想觉悟挺好 早这样不就没事了 我又简单的训了几句话 把这些新人安排下去 可这时老萧那边打来电话 十三我联系不上萌仔 萌仔失踪了 你不算计别人 就得被别人算计 我算漏一步身陷险局 拒接上级生狗找到我 想让我帮他对付炮王 我当然不可能答应他 本以为这件事 会消停一段时间 其料老萧跟我说萌仔失踪了 什么 萌仔失踪了 萌爷你可别逗我 我从来不开玩笑 由于萌仔一直没跟我汇报情况 我便打电话过去 可根本打不通 看来我昨晚没打通电话 就已经出事了 萌仔跟我的时间不短 我不能让他有事 一定是炮王干的 现在我就带人过去找他算账 魏萧爷你等等 我还想劝说老萧两句 可他是个暴脾气 都不等我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无奈之下 我只得打给飞哥 飞哥老萧那边怕是要出事 他说萌仔失踪了 刚才聊到一半 他又说要去找炮王就萌仔 我担心他会闹出乱子 知道了 我刚才已经接到老萧的电话 正准备赶过去 十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你要是走得开也过来一趟 好 飞哥我尽快过来 我挂断了电话 萌仔跟我也算过命的交情 他的失踪让我心急 可我不是飞哥 在园区不能说走就走 还得跟扎哥请假 却被倩姐先一步 叫去办公室 倩姐你找我有什么事 结果我跟她发生了点口角 她就把我绑了 我还被揍了一顿 面对倩姐的质问 我依旧下烈烈 主要是不清楚倩姐知道多少 只见倩姐听完我的话摇摇头 不对你再骗姐姐 十三说谎话的习惯可不好 是真的 倩姐不信可以去问蝎子主管 不用问她肯定说的跟你一样 以蝎子的脑子 听到你说什么她就说什么 十三你最好乖乖说出来 否则等一下我说出来 性质就不一样了 倩姐是真的难缠 每次只要有点风吹草动 她都能察觉到 如今蒙仔生死未卜 我得赶紧想办法脱身过去 我心里急啊 可面对的人是倩姐 又不能胡来 否则容易留下破绽 接着倩姐再度开口 十三你想好了赶紧说 别浪费大家的时间 倩姐我也不想骗你 但这些是跟园区没关系 我也没伤害园区利益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飞哥让我干嘛我就干嘛 我被倩姐逼得没办法 只能含糊地透露信息 对于我的话 倩姐不满意地摇摇头 我知道跟园区没关系 这阿飞跟老肖以前就认识 如今聚在一起 又去找炮王的麻烦 应该是要有什么大动作吧 有吗 还在这桩糊涂 看你紧张的样子 涉及到的好处应该不少 让姐姐猜一下 跟阿飞当年的大佬有关对吧 这个我真不知道 倩姐脑子怎么长的 根据一些零散的线索 也能推到这一步 那她到底想如何 行了出去吧 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 其他事你也做不了主 我会跟阿飞谈 我走出倩姐办公室 脑门上全是汗 只能感叹倩姐脑子好使 可蒙仔生死未卜 我暂时没空思考这些东西 打算尽快过去 当走到扎哥办公室请假 事情又来了 十三来了 苏我刚要过去找你 扎哥有事尽管吩咐 我一定把他做漂亮了 不是新来了两个搞技术的 你宰何阿浪 这种人随便用太浪费了 我准备成立一个技术组 让他们敲代码 由你来代管 好扎哥眼光独到 就这么办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得提前跟你交代一下 也不知怎么了 今天扎哥的话很多 一聊就是两小时 等离开扎哥办公室 我要安排好两人的工作 才去到老肖别墅 飞哥我到了 外面怎么那么多人 这不老肖发火了 要带人去干炮王长猛仔 若不是我拦着 这会儿都打完了 那他人呢 我这不从屋里出来了 就他这把脾气 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能看出飞哥很头疼 而此时老肖则是满脸阴沉 像谁欠了他钱一样 肖爷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猛仔的身手了得 肯定会没事的 这种废话就别说了 阿飞约定的时间已到 你想到好办法了吗 若是没有 那我便带人去找炮王了 你也别拦着 你别那么暴躁再等等 我还真就等不了 所有人跟我走 生狗应该是他干的 猛仔失踪肯定跟他有关系 我见老肖情绪激动 为了暂时缓解 只能说出心中猜想 也倒是让老肖停下步伐 有话你说清楚 别说半截 老子现在烦得很 肖爷别动怒 事情是这样的 我简略将事情说了一遍 接着说出看法 昨天去炮王的地盘踩点 我和猛仔都去了 而且猛仔还开了枪 生狗能找到我 自然也会去找猛仔 你怎么不早说 那就去找生狗 反正他是炮王的人 抓他也一样 那就先找到生狗 老肖你别冲动 我打电话买点消息 等确定生狗准确位置再过去 我又不是莽夫 你搞快点 飞哥打给他的阿三朋友 我则陷入思考 毕竟生狗绑猛仔 只是我的猜测 万一弄错了会很麻烦 大概过去半小时 飞哥给出准确信息 生狗最后的行踪 是在今天凌晨 他跟几个人扛着大麻袋 走进一个破旧仓库 之后再也没出来 吃饭叫的都是外卖 麻袋里面装的肯定是猛仔 仓库的位置在哪 位置我有 但我觉得还是别冒进 最好先查清楚 飞哥说的有道理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不能冒进 得了别跟我废话 你们要去搭把手 我欢迎 不去我也不勉强 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肯定去 飞哥拿老肖也没办法 若让老肖自己带人去 指不定出啥乱子 接着我们上了车 来到生狗的藏身地 要不先观察一下周围 然后再做打算 猛仔的情况不明 我管不了那么多 都给我冲进去 我也拿出手枪跟在后面 等他开破仓库的门 生狗针就在里面 但我没看见猛仔的影子 冲进去给我打 一定要抓住生狗 肖爷你怎么发这么大的火 我们可没招惹你 管你招没招惹 老子打的就是你 老肖进入暴走模式 而且我们这边带来的人很多 打的生狗还不起头 很快出现伤亡 肖爷别打了 我投降 战斗很快结束 老肖的人控制住局面 我则冲上前打开麻袋 里面装的是面粉 肖爷不是猛仔 说你把猛仔藏哪去了 嗯 猛仔兄弟咋了 我跟他有好长时间没见了 还在这跟我随硬 看你的骨头硬 还是我的拳头硬 老肖对着生狗一顿揍 下手很辣异常 完全没有留活口的意思 最后还是我和飞哥将他拉开 老肖差不多行了 真干了他 我们去哪找猛仔 要不带上他们仙车 那带火出现得好突然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们不是说生狗抓了猛仔 人在哪呢 肖爷我也只是猜测 我不想听借口推托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人 给我搜 老肖上头了 根本就劝不住 而在这时生狗突然大喊 住手你们不能翻这里的东西 此处所有货物都属于炮野 搞乱了此处炮野会不高兴的 你这么说肯定藏了人 继续给我搜 我余光一瞟 看到了生狗嘴角阴险的笑容 固定此处有问题 奈何我劝不动老肖 老肖的人找了好一阵毛都没发现 把他们带走 等回去好好盘问 还是尽快离开这鬼地方的好 怕是走不掉了 飞哥看向门口说的 我也听到了发动机的声音 随后数辆车将门口堵住 车上的人手持武器走下 接着一道声音从车内传出 肖爷这次你做的有点过分了 世界上最不起眼的就是小人物 可很多大事件都出自小人物之手 拒接上级 我觉得是生狗抓了猛仔 可等我们成功逮到生狗 却没能找到猛仔 我意识到这是个阴谋 因为炮王带人到了仓库 炮爷救我 他们一进来就翻东西 也不知道要找什么 我抱您的名号都不管用 对了那皮货被他们翻出来了 我知道了生狗在故意引战 他想让老肖跟炮王火拼 便能从中寻找机会除掉炮王 最终上位 那猛仔一定在他手里 只是我们中计了 来我的地盘翻东西 老肖你这是想黑我的货 生狗短短几句话 让炮王变得极其愤怒 摆开架势就要开干 可老肖也不是吃素的 小炮你少在这给我当鼻子上面 若非当年我收留你 你早恶嘎接头了 别把自己说那么伟大 天天就会说那些陈年旧事 一点都不思进取 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 我如今的视力不比你小 忘恩负义的东西 要不是我带了你几个月 你哪来的人脉 就你那点破烂人脉 我一个都没用上 两人翻起旧账潮得很凶 把君子动口不动手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一炒就是两小时 不知道他们累不累 反正我是听累了 便小声提醒道 小爷我们是来找人的 今天局势对我们不利 先撤吧 小炮把猛仔交出来 否则今天那是没完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 那是你的人来找我要个什么劲 没有 傻横是吧 别以为我怕你 老肖我看你就是故意找事 来到我的仓库翻我的货 还让我教你的人 当真以为我好欺负 炮爷我们嘎了一个兄弟 你要为他做主啊 生狗节奏一带 我看到炮王脸色都变了 意识到要出事 一旦嘎了人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只见炮王双眼通红 我让那小子带的话 看来你们没听进去 干我的人 那下一个是不是要嘎我 冷静点这是个误会 我们真是来找人的 弱大见识跟你有关系 你也得嘎 行我听懂了 反正就是不给我活落 散开把门堵起来 给我上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两个大佬一声令下 双方的人迟现冲上前 打坐一团 他们没用枪 是担心把事情闹大 毕竟双方的人太多了 我的事就轻松得多 拖着生狗到了仓库隐蔽处 却见他嘴角闪过的奸诈笑容 你笑什么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十三哥我没笑啊 肯定是你看花眼了 最好给我老实点 别那么多小动作 我也只能怒喝几句发泄 心中不满 虽说我看破了生狗的局 但还没找到猛仔 就不能全部坦白出来 免得打草惊蛇 飞哥在这时跑到我身旁 两个暴脾气一言不合就开赶 真拿他们没办法 飞哥没伤到哪吧 没有论滑水的本事 你飞哥我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 飞哥厉害 可他们打成这个样子 该怎么说长 这个不用你操心 一旦事情闹大了 险兵自然会出现 到时候人家一句话 便能结束争斗 飞哥说得在里 那我们藏好了 出去太危险 就在这时生狗 却说起风凉话 还以为飞哥 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 搞半天是个胆小鬼 今天算长见识了 飞哥他求你 哼 小子你今天很不走运 还敢嘲笑我 正好现在闲着没事干 十三弄他 我早看他压得不顺眼 上次要不是他找去餐馆 倩姐就不会 那么快找我谈话 搞得现在挺麻烦 为你们别乱来 算我说错话还不行吗 我越想越气 随后跟飞哥把生狗揍了 他们在外面打 我们在里面打 可他们交火的动静太大 很快引来了刀队长 都给我助手 听说 把家伙都给我收起来 这不就收场了 带上人跟我出去 来得真是其实 我还以为会打很久 随着刀队长到来 双方都停了手 我来到外面 看见刀队长 礼貌性地打起招呼 刀队长好 原来是你小子 怎么哪都有你 我路过 进给我扯犊子 还有你们两个 怎么把事情到这么大 不知道这样我会很难做吗 必须给我个交代 他绑了我的人 他翻我的仓库 两人差点又吵起来 刀队长恼怒摇头 但考虑到两人身份 也值得带他们到一旁调解 飞哥则走到我身旁 实在你猜 刀队长会怎么处理此事 飞哥又考我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毕竟我没达到他的层次 看着把各打五十大板 然后警告他们不要搞事 刀队长是代表那个人没错 但也不会逼得太紧 因为他们想多输点马内 还得靠老肖他们 说到底还是理 听到飞哥的点播 我也能想通 就是刀队长知道这些人喜欢搞事 但不会清楚 大多数情况下 只会教育一番 过了片刻刀队长一人下车 宣布处罚结果 炮王和老肖带人蟹都性质恋 我要把他们两个带走 另外疯掉仓库你们各自散去 我不想再看到争道 听到没有快把我放了 放人十三我们走 当着刀队长的面 自然是不可能绑个人带走 而当我离开时 生狗不忘对我喊话 十三你刚才还敢揍我 咱们走着瞧 我们之间的事没完 随时恭候 我也奉劝你一句 有些时候别太把自己当人 如今双方彻底闹翻 我也不再给他面子 往后再相见 双方肯定不会再留守 可萌仔一直没能找到 我还是挺担心他的安危 之后我跟飞哥去车离开 我快速转了一圈 又回到仓库附近 而生狗他们还没离开 飞哥瞄懂我的意思 怎么还想跟踪生狗 你就这么确定 萌仔是他绑的 绑萌仔只可能有两个人 一是炮王二是生狗 从刚才的情况看 绑人的不是炮王 那就只能是生狗 萌仔肯定不在仓库内 这就是个陷阱 不对萌仔就在仓库内 或者说现在不在 但等一下一定会运过来 别看大门上贴了封条 这种破仓库侧门多的是 等一下黑吗 刚才那么多人 都没能在仓库内找到萌仔 肯定不会再来此处寻找 看走眼了 我之前收集到信息 说生狗是炮王的头马 但也是最大受气包 没想到他这么鬼 生狗要离开了 生狗驱车离开 我则开车跟上去 在经历过一系列事情后 各方面技能还是学了一些 早已不是出道西党的菜鸟 就这么一路跟着 最后来到炮王所属的小码头 我把汽车停在路边 身上伤得不轻也不去医院 反而来了码头 不会是要搞事情吧 有可能这孙子不是个老师的主 那他现在能搞什么事 老肖 是老肖的地盘 卧槽 老肖猛仔都不在 那边群龙无首 一旦闹起来老肖那边肯定吃亏 等老肖出来必然疯狂报复 生狗想进一步计划矛盾 让炮王和老肖不死不休 他奶奶个螺圈腿 居然被个后生算计到 十三这边只能交给你了 我要想办法跟老肖取得联系 去坐镇他的产业 否则老肖一晚 我们以后只能带园区 去吧飞哥 这边我一个人能行 飞哥戴上口罩下车 匆匆离开 不过说来挺可笑的 我们处心积虑想对付炮王 结果被生狗借了东风 这就是布局 走错一步就会很被动 而在这个接骨眼上 叔叔给我打来电话 十三哥你还不回来吗 我给你买了饭菜 已经带回宿舍了 你乖乖等着我 我办完事就回来 挂了 我也没法说太多 好在叔叔理解我 从来不会因为小事跟我闹心 数分钟后 码头上情况有了变化 生狗召集起一大群人 以下课上的事最好不要做 因为背叛大佬为世人所不耻 害得炮王和老肖被刀队长带走 谁知生狗的计划还没结束 他回码头召集了炮王的马仔 准备继续计划双方矛盾 生狗召集这么多人 看来他是铁了新药上位 可炮王还活着 他又要怎么处理 我在车上看着这一切 但想不通生狗后面的计划 只要炮王还活着一天 就没他什么事 等人聚拢的差不多了 生狗开始喊话 炮爷被装 我们的兄弟赶了一个 还有不少兄弟受伤 这仇报不报 好都是炮爷的好兄弟 所有人抄家伙跟我走 扫平老肖的场子 这么好忽悠的吗 脑子呢 不过生狗够坏的 他挑这个时间点闹事 那账肯定要算在炮王身上 我知道生狗想干嘛 但我没有相应的能力阻止 对于我来说 当物知急事找到萌仔 生狗只能交给飞哥去处理 很快生狗训完话 带着一群人离开码头 看到这一幕 我还是给飞哥去了电话 飞哥生狗已经出动 你那边怎么样了 我刚跟老肖取得联系 说了大概情况 可刀队长那边不放人 老肖把他的人 暂时交给我管理 飞哥那你当心点 我看到了生狗的阵仗 这次的动作铁定小不了 你也是随机应变 先找到萌仔 简短交流后 我看到有两人 扛着一个麻袋走出 接着将麻袋丢车上 并驾车离开 难道是萌仔 我也不确定 只得驾车跟上去 跟了大概一个小时 对方的车子 停在破旧仓库附近 车时又绕回来了 随后两人下车 将麻袋抬进仓库内 我并没有急着跟上去 跟飞哥猜测的一样 不管萌仔在哪 最后都要转移来此处 因为这里被搜过一遍 是最安全的 我掏出手枪 正想着对策 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 我接起电话 吓了一跳 十三在忙啥呢 生狗你打理我干什么 我跟你没话好说 十三伙计别那么大 难道你不想找萌仔了吗 人果然在你手里 赶紧把萌仔放了 否则要你好看 我渣渣呼呼道 而生狗听见我 气急败坏的样子很得意 哈哈知道我厉害了 之前你看到的我 那都是表面 城府够深的 之前被老萧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一直装孙子 现在你打个电话过来 不会就是为了跟我显摆 那你成功了 对 我没那么无聊 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帮我干掉炮爷 萌仔就没事 你太高估我了 我没干掉炮王的能力 我一口回绝 也是看到了生狗的野心 他敢对我一个外人如此说 肯定还有另一套 改炮王的计划 而生狗被我拒绝也不生气 否则也不会在大起立闹的天翻地覆 你不用急着答应我 反正我老大明后天才会出来 你想好了随时答给我 若我让其他人去办 萌仔就没了 卧槽 你别乱来我再想想 我配合着演了一波戏 实则我已确定萌仔所在 主动权在我手中 等我理清思路 直接打给刀队长 刀队长好 我是十三 你打过来干嘛 有话说有屁快法 老子现在忙得很 是老萧和炮王的人打起来了吧 而且两人控制不住局面 但我有办法 我果断说出重点 我尽快平息事态 你真有办法 我有而且过程并不麻烦 第一步把生狗抓起来 第二步派人过来围住 白天贴风桥的仓库 第三步把老萧和炮王带来仓库 他们自然清楚发生什么 我说的很详细 在我看来老萧和炮王不是管不了 是压根就不想管 都想让下面的人给对方制造麻烦 若他们知道中了生狗的技 脸上肯定绷不住便会罢手 而刀队长没第一时间答应 哼可以呀十三 你想利用我还是指挥我 不敢不敢 刀队长说笑了 若这件事平息了 对大家都有好处 而且功劳全是刀队长的 这个不数不算麻烦 我可以按照你说的来 要是我做了却达不到效果 比一个病你 刑刀队长高兴就好 我果断答应 连命都赌上了 这次不成功变成人 我的书面只有一点 那就是麻袋里没有猛仔 如今安排妥当 我等待刀队长到来 可还没等到他 破仓库内的人 居然要扛着麻袋离开 我靠刀队长做事 也太不小心了 身边有走漏消息的都不知道 他们这一走就全完了 我必须先顶住 没办法 我只能举枪开火 枪声异响打了个寂寞 但威慑力很强 直接将两人逼了回去 暗处的朋友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们是生狗的人 伤合机就不好了 没错老子打的就是生狗 在那边 开火 你大眼好声的套路 这是故意引诱我说话 暴露位置了 我赶忙找掩体躲藏 对方两人拿出AK 朝我在的地方一顿突突 活力压制 瞬间拉满 武器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完全抬不起头 交叉开火压上去 我先拟后 生狗那边发话了 我们必须赶紧离开 若这里出现问题 一份佣金都拿不到 好专业肯定是花高价钱的 这下麻烦了 我不敢把手伸出去 只得朝天开枪继续威势 他们快速朝我逼近 出来还能留个全尸 否则把你打成筛子 生狗给你们多少佣金 我给十倍 大哥十倍 那可有不少了 闭嘴行有行规 我们做事得讲戏用 拿了定金就得把事班漂亮了 何必跟马奈过不去 那么有原则干嘛 别跟他废话 压上去把他干掉 然后快点离开 这枪声一响肯定会把谢兵招揽 怎么办怎么办 我在身上摸索片刻 掏出一颗手雷 实在不行只能用威胁的手段 危急关头警报声响起 我知道刀队长到了 怎么来这么快 计划失败了 是这小子耽搁了时间 他好阴险 一直在拖延我们 轮到我表演了 送你们个大宝贝 我道 我趁两人走神的间隙 果断把手雷扔出去 吓得两人趴地上 可由于我太紧张 忘记了拉保险栓 这就尴尬了 不过能吓到他们就好 半分钟后 大哥好像没炸 是个哑蛋 狗屁的哑蛋 他保险栓都没了 看你那怂样怕成什么样子 快走 两人还想跑 可这一耽搁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刀队长带人赶到 上去抓人 谁敢反抗直接嘎掉 别开枪我们投降 扣起来 刀队长接管现场 我看到危机解除 客套话就不用说了 如今双方人马论成一团 你承诺的解决之法呢 冒昧问一句人都起了吗 生狗还没到 但我已经让人去抓了 用不了太久 那我们先去仓库 我人就在这个不会跑 等人到期后 我只给你半小时 要么你解决问题 要么你脑袋搬家 是我知道 我们一行人来到仓库 炮王跟老肖又开始吵嘴 并相互指责 而两个用AK的男人也交代了 他们受生狗都委托 扛个麻袋过来这边 其他的并不知道 接着生狗也到了破仓库 混蛋谁让你带人开战的 搞得一谈糟 炮爷冤枉啊 下面的人得知事情后 情绪激动 根本压不住 行了别扯淡 十三你弄快点 生狗绑猛仔 故意引发你们争斗 他好阶级以除掉炮王上位 你血口喷人 猛仔就在那个麻袋里 打开就知道了 我神正不怕影子鞋 你打开麻袋啊 眼见不一定为实 有时你经过无数次推敲 觉得事情就是那样 但结果往往超乎你的意外 拒接上集经过一番惊险的枪战 我打好戏台子 赌上我的性命 准备开罗唱戏 可生狗的态度十分反常 生狗你这什么反应 等我打开麻袋 一切可就完了 哼 那你赶紧的 要是你不方便动手 我来 我听到这话时 心里咯噔一下 觉得整件事不对劲 但已经走到这一步 我只能打开麻袋 可眼前的场景让我一惊 麻袋里的确有人 却是个晕厥的女人 糟了是个诱饵 难道生狗已经算计到了这一步 他是谁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生狗你搞什么鬼 我家炮也喜欢 所以我给他物色了都好了 好像没什么问题吧 刀队长你又说给我们看惊喜 就这 要是你喜欢可以送你 我看到刀队长很生气 此时的我脑子乱了很 戏才刚开罗就被我演砸了 可按照我和飞哥的推论 萌仔就应该被藏在此处仓库 但不知哪出了问题 只见老肖站出来打圆场 刀队长这些晚辈没脑子 做事想一出是一出的 你别跟他计较 十三还不赶快道歉 刀队长对不起 这次的事谁求情都没有 十三我们可是有约定的 你拿命担保 我才叫懂这么多人过来 可你现在搞砸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刀队长求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能把此事解决掉 证明所有事都是生狗引起的 少在那血口喷人 你才是罪魁祸首 自从上次你找过炮烟 我们就麻烦不断 都给老子闭嘴别吵吵 刀队长大喊一声 接着拔出手枪顶我脑袋上 一点不念及昔日微薄的勤奋 这把我吓得不轻 刀队长你别乱来 我们有话好好说 按照约定 我得要你的命 用马内没法摆平吗 没用的 上面的人很重视此事 如今外面还乱哄哄的 我吊起人手来这里 你却给了我这么个答案 今日你不嘎 我没法跟上面的人交代 我心跳加快 但是我不想嘎 马上想到缓兵之际 等等刀队长且慢 之前说好的三十分钟 时间应该还没到吧 还有二十分钟 看这情况你是翻不了盘了 念在相识异常的份上 这点时间我给你 还有一言赶紧交代吧 多谢刀队长 刀队长放下举枪的手 但我的心情依旧紧张 若不能在仓库内找到猛仔 我的命还是保不住 生狗也开始嘲笑我 自作聪明的东西 以为自己脑子很好使吗 把事情闹这么大 还想嫁祸给我 我让你说话了吗 闹事的人也有你一个 老子现在烦得很 刀队长别发火 是我多嘴 不行啊 脑子一团江湖 还是问问飞哥吧 危急关头 我还是想到了飞哥 一个电话打过去 并用最简洁的话 把事说明 十三你太冲动了 居然随便把命打上 飞哥这不是批我的时候 我命都快没了 你有什么破绝的办法吗 相信自己的判断 生狗肯定会把猛仔 藏在破仓库内 你想想有没有一路的地方 好我再想想 挂断电话 我心中平静不少 站在原地陷入深思 最终想到了关键的东西 生狗高价请了两个AK男 肯定是因为猛仔的事 他们在我的视野中 除了那个麻袋 还接触过的东西是 车 最后五分钟 你站在这也是浪费大家时间 我还是送你项路吧 后备箱 刚才刀队长抓到两个男人 他们来的时候开了一辆车 猛仔肯定在那辆车的后备箱里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来人去打开后备箱 生狗你怎么不说话了 心里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看到生狗黑着脸 我就知道才对了 猛仔就在那辆车的后备箱内 好个一页账目不见泰山 而生狗见事情败了 果断往外跑去 却被刀队长一枪打在脚上 当我是空气吧 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 谁都不能走出仓库 倒对人呆过来了 还醒着 猛仔 孝爷我给你丢人了 那天是生狗绑了我 生狗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你绑了人 还编假话来骗我 泡爷还看不出来吗 他这是故意拱火 让你跟宵爷火拼 然后再找机会干掉你 他好趁机上位 我当场给出助攻 至于生狗比我嘎泡爷的事 我不可能说 因为说出来有点像合谋 又得解释半天 而这是生狗清楚泡王的脾气 怕的不行 泡爷都是误会 你别听十三下说 我也是看到猛仔跟踪你 才把他绑起来的 那些事暂且不说 你为什么要隐瞒我 绑了人不跟我说 之前还说了一堆假话出来 摆明在傻小心眼 当真以为我傻 哼 这骗区被弄得击飞狗跳 我头都大了 原来是你这么个小角色引起的 老肖泡王 我说你们也真是的 惊重了个小卡拉米的技 让刀队长见笑了 我现在就清理门户 处理了他也好 免得还要水煮麻烦 我带回去好写报告 在场的都是人惊 自然能看清怎么回事 只见泡王接过刀队长的法器 吓得生狗瑟瑟发抖 泡爷不要啊 我跟了你五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求求你放我一马 我只问你一遍 你有没有动我的想法 没有 泡王人狠话不多 瞬间让生狗魂归故里 我的命算是保下了 可泡王和老肖的争斗还没结束 老肖你派人跟踪我什么意思 你说话得讲证据 生狗那是临时乱咬 不信你让他再起来说一遍 算你狠我们的事没完 好了抄抄个什么劲 你找到了手下 你除掉了叛徒 皆大欢喜 我不想对你们来业的停手吧 刀队长说得在里 这本就是生狗的阴谋 再逗下去也没任何意义 传出去还让人笑话 我站出来劝说 并且替刀队长说话 其实刀队长知道 两人能平息事态 他们只是在阳凤阴危 如今真相大白 泡王和老肖自然不会死都到底 都纷纷打去电话 压住各自的人 走吧 大事闹那么大 得关你们几天 顺便把罚金交了 十三送猛仔去医院 这几天就麻烦你照顾了 请宵爷放心我一定办妥 随后刀队长带人离开 派了几个人留守现场 否则带着猛仔去医院 他的情况并不好 猛仔你可得挺住 马上就到医院了 十三谢谢你 说什么胡话什么谢不谢的 那晚上狗找我麻烦 我就该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你 是我太大意了 不怪你 十三对不起 洛克尼的事我们隐瞒了你 其实他说出了一组密钥 你给我憋着 路上我一直跟猛仔说话 生怕他紧绷着的嫌疑断 直接走了 我送猛仔到医院的时候 他还有气被推进了急救室 猛仔你可要挺住了 我十三家里穷 打小经常被人欺负 周围的人都看不起我 身边也没什么朋友 而你算一个 十三情况怎么样 我没事 猛仔还在急救 你能保住命就好 刚才把我吓得不轻 向刀队长他们没人性的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什么都干得出来 下次不许这样了 飞哥肯定不会有下次 当时老是找不到猛仔 我心里着急才会并行显招 我知道你重感情 但凡事都得量力而行 为了其他人 搭上自己的命不值得 飞哥我记住了 你回园区吧 别让叔叔那丫头等计了 我带了老肖的人过来 医院这边我会盯着 我跟飞哥交代几句返回园区 刚进大门 却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阿棱姐 做事实 还是尽量别留下尾巴 否则别人会握住你的把柄 对你于取于求 我就深受其害 拒接上级 我找到门仔 当场拆穿生狗的阴谋 使炮王和老肖暂时休战 可我回到园区 却看见阿棱姐 十三我来找你 可你们园区的人却要赶我走 你来找我干什么 找你肯定有事 十三你们是熟人啊 一点都不熟 你们继续不用管我 我不知道阿棱姐为什么会过来 还说要找我 可我不想跟她有过多纠葛 因为这个女人不是简单货色 但阿棱姐不打算放过我 我来找你聊诺克尼的事 难道她知道人当时没赶 被我带来的西岗 特意过来有人 人已经赶了 那件事也结束了 还有什么好聊的 那聊聊其他人也行 怎么说相识异常 你别那么绝情 八面 我脑子里猛的蹦出一个名字 若八面在大旗里帮过我的消息 宣扬出去 老板肯定不会放过我 而阿棱姐敢找上门 肯定有所依仗 我还不好对她下手 聊 但我今天没空 明天我找你 好就明天 你要对说过的话负责 不然我会生气的 把你在西岗的住址给我 我明天过去找你 不用这么麻烦 等你明天下班后 我会来园居大门口接你 阿棱姐说完便离开了 蝎子见我们认识 也倒是没有阻拦 反而对我调侃道 十三你小子可以啊 去大旗里出了趟差 还惹一身风流摘回来 蝎子主管别拿我开玩笑 这就是个意外 不过我要提醒你 这女人我也了解一点 当心被吃的渣都不剩 多谢蝎子主管提醒 我会小心应对的 不知道阿棱姐的真实目的 我头疼得很 这边的事刚解决完 谁知新的麻烦又找上门 当我没走过远 便看到了叔叔撅着嘴 我看错你了 你居然在外面招惹别的女人 还让人家找上门 叔叔你听我解释 我追着叔叔回到宿舍 刚要说清情况 他反而关心起我 十三哥是仇家找上门了吗 麻不麻烦 你怎么不吃醋了 我是那种只会争风吃醋的人嘛 况且你之前告诉过我大气力的事 刚才只是配合你演戏 椅子来混淆视听 嗯 还是我家叔叔聪明 不过他不像是寻仇 因为他话语中紧紧偷无威胁 更想要我去做某件事 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 得明天见个面谈 这些事你不用担心 我会处理好 十三哥你小心点 那女人敢从大气力找来园区 绝对不是善类 对于叔叔的善解人意 我感到很欣慰 没过多久 我接到了倩姐的电话 倩姐你有什么事吩咐吗 自己惹回来的麻烦 只能你自己解决 我们跟福星的交易已结束 不会再跟他们闹 请倩姐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 另外我刚跟阿飞沟通过 你们的是算我一份 但我只拿好处 并在确定不会忍麻烦的时候出手 你有事别来找我 知道了 多谢倩姐帮忙 挂断电话 我都不知道该说倩姐什么好 这摆明了趁火打劫 可谁让倩姐的动脑能力强 轻易看穿 我跟飞哥的动作 接着是飞哥打来的电话 十三猛仔已脱离危险 但伤得不轻 需要住院进行治疗 人活着就好 倩姐刚给我打来电话 我已经答应她了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远诺的好处不过是个大病 飞哥我懂了 飞哥都如此说了 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能感叹他们之间的交手厉害 都是在相互套路 反正他们的争斗我难以掺和 隔天一早我照常去工作 十三你是越来越牛了 昨天搞出的动静可不小 你如今在西港的名声 那是比我多大 扎哥别拿我开玩笑 名声越大噶的越快 我现在是如履薄冰 你怎么会惹上炮王的 说来听听 我可不敢惹他们 是蒙仔跟他们有过节 后来蒙仔就被绑了 扎哥也知道 我跟蒙仔有些交情便去救人 可差点把命搭进去 早知道如此危险 我才不趟这浑水 现在知道厉害了 有些事不是你能参与的 往后还是小心点 若真招惹了一些大人物 谁都救不了你 扎哥我记住了 我跟扎哥乱说一通 也不怕他查出什么 因为刀队长肯定会封锁核心消息 谁都不想提被生狗一个小角色坑了 接着我去看了A仔和阿浪 十三哥来了 十三哥好 怎么样工作流程都熟悉了吗 可以上手了 我们主要负责域名转化 电脑监控 以及反入侵血代码等等 这些都不算太难 弄明白就好 但仅限于电杂部 之前负责的人被调走了 往后我和你们就是主力 我满意的点头 下面的人能干 我便能省去很多麻烦 可两人见我好说话 阿浪问出一个愚蠢的问题 十三哥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 你脑子不清醒吗 都到这个地步了 还看不清局势 十三哥别生气 是阿浪不懂事 我们一定好好工作 十三哥对不起 看着两个新人 我还是多了几分耐心 你们应该庆幸还会点技术 否则下场比这惨得多 不要多想听我的话 我就能保你们活着 但别想着高小动作 明白 开始工作吧 见两人老实了 我也开始处理自己的事 这一天工作很平淡 熬到下班时间 我走出园区看见了阿冷姐 由于在西港 倒是没多少害怕 阿冷姐来这么早 刚到上车 我上了阿冷姐的车 车子缓缓启动 她先跟我搭话 十三看不出来你是个狠人 在大齐历时示弱骗我 你行啊 咱们有事说事 你找我到底为了什么 诺克你应该没嘎吧 把人交给我 当时是没嘎 不过现在应该都臭了 她已经成为过去事 咱们聊点别的 阿冷姐亲自来西港 肯定还有更重要的事 我没空跟她磨叽 直接把话点破 阿冷姐也说出真实意图 此行来西港 我要抓个人回去 祝阿冷姐成功 抓个人而已 对你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需要你帮忙 我能力实在有限 怕是帮不了 我打听到一些消息 原来八面在西港是个使人 嘎过你们园区的股东 而你的关系跟他似乎不错 他还在大棋里帮过你 你说我要是宣扬出去 那我肯定先把你卖去红浪漫 让你娱乐至死 别忘了这是西港 我同样威胁到 气势上不输他分好 这时我要是不强硬点 他会得寸进尺的 而我的话 让阿冷姐很生气 十三你真想鱼死网破吗 是你不想好好谈 动不动就用八面的事来威胁我 万一我帮你办好事 你还是把八面的事捅出来 我怎么搞 这个你放心 你只要帮我一次 我从此以后不再提八面的事 另外会给你一笔酬劳 你先说说看 阿冷姐眼尖压不住我 值得拿出合作的态度 我们要抓的人叫盲辉 他偷了大老板的女人和马内 带着逃到西港 这是我们的家丑 你别传出去 放心我嘴巴很严实的 可他为什么要逃来西港 难道他在这边有靠山 这个我不清楚 你要协助我们抓住盲辉 并找个安全的路子送我们离开 我只负责帮你们抓人 就在昨天 我跟西港的大舌头泡王闹翻了 这个路子没法找 那先抓到盲辉再说 但我们不知道他藏在哪 找盲辉这类外来的人不难 只要啃花马内 不超过一天就能找出来 但在那之前 我必须带你去见一个人 进屋叫人入庙拜神 讲的是到了别人地盘要去拜会 这样做起事来才方便 说白了就是人情世故 拒接上级阿冷姐 让我帮她找个人 由于她用八面的是妖邪 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 并打算在行动前带她去见个人 你要带我去见谁 不会是想耍花样吧 阿冷姐很警觉 心中起了疑心 一把枪顶我脑袋上 我说你这女人怎么回事 动不动就拔枪 你要是不相信我 现在崩掉我也行 反正我出事了你也走不出西港 来啊 十三对不起 我这是本能反应 你也知道大棋里那种地方 警惕性不高是活不下去的 阿冷姐表达歉意后 把枪收起 我看出她客场作战很紧张 不管她在大棋里有多狠 离开强大的武装支撑都是屁 我则冷着脸提醒阿冷姐 这次就算了 待会要见的人很重要 你最好别乱来 否则我也保不了你 好全听你的 随后车子改变路线 我带着阿冷姐来到宪兵队 在门外买个果篮后 便去见了刀队长 刀队长在哪 昨天多谢您高台贵手 我特意过来拜会 嗯 谢我 刀队长扫尸我手中的果篮 样子很不高兴 自然是觉得我所送的东西太寒酸 我上前一步继续说道 刀队长误脑 我给你带来了生意 全是绿花花的马内 这有你小子的 总能给我惊喜 马内在哪呢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要在西港抓个人 我把事情大体讲述一遍 本来抓个人偷摸进行就行 奈何阿冷姐不是本土势力 若不提前知会一声 容易被刀队长误认为打他脸 刀队长听完我的话点点头 我最恨骗大哥 勾引大嫂的人 这种人必须铲除 但是我支持你 你是不是该表示一下 阿冷姐马内 多谢刀队长支持 一点心意而已 算我请各位兄弟喝茶的 嗯 总是我就不派人帮你们了 相信你们可以搞定 记住动静紧连小一点 一定 这个请刀队长放心 阿冷姐我们走吧 拜会玩刀队长 我和阿冷姐回到车上 你做事如此圆滑 怪不得能在西港吃得开 我得重新审视你 猫有猫的 狗有狗鹿 千万别小看任何人 我前几天就是小看了一个人 差点阴沟里翻船 而且在西港这种地方 你有马内就有面子 我意识到自己话有点多 接着带阿冷姐到神幼店 打算跟老板买消息 主要是不话我的马内 十三你来得正好 我炖了一锅咖喱鸡 要不来一盘尝尝 不用客气 我带人过来跟你买点情报 外面人多言赞 后面说 来到房间内 我让阿冷姐拿出盲辉的信息 我要找这个人 应该是近几天到的西港 走得水落 你稍等我得问一下 不过从信息来看 他是知肥羊 这猎人很容易被盯上的 一旦确定他在西港没靠山 哪些人就会下黑手 那你尽快查 我赶时间 就飞个跟我的交情 你的事肯定优先办 神游老板拿着一张照片走出房间 我则随便找个地方坐下 看得阿冷姐满脸诧异 茫茫人海让我去哪帮你找人 什么人都认识 办起事来游刃有余 你在西港 比我在大棋里强 你也不用这么夸我 混口饭吃而已 哪怕现在 我依旧是个底层人 我跟阿冷姐闲聊 没过多久 神游店老板拿着一个文件袋 走进屋内 十三你要的东西在里面 尽量去快点 有人要对盲灰动手了 我给你打八九八个美刀 知道了 阿冷姐给马内 这么贵 阿冷姐惊呼出声 但还是给了马内 临走前 神游店老板给我塞了五千作为回扣 随后 我们来到一栋破旅店前 这种地方一般没大佬 罩着很混乱 但办起事来挺方便 他的情报很少出差错 芒茫应该就在上面 把你的人喊过来吧 人多不容易出现纰漏 你怎么知道我带人过来的 猜的 阿冷姐打出电话 两辆面包车到来 在阿冷姐简单的交代后 便准备上楼 十三跟我们一起上去 行邦你早点找到人 你们也好快点离开 免得整天麻烦我 我拔出后腰的法器 跟着阿冷姐等人上楼 来到对应的房间门口 阿冷姐 一脚踹开门 其余人涌进房间 我担心吃花生米 则是最后一个进去的 看到一个女人躺在床上 闭嘴再叫一声崩了你 盲灰人哪 怎么只有你一个 她刚出去买吃的了 让我在这看着东西 哼 晦气 我忍不住骂道 之前我看过资料 眼前的女人叫阿兰 正是阿冷姐 背后老板的女人 可她们的目标人物是盲灰 这时阿冷姐的手下 打开了袋子 里面全是现金 冷姐盲灰卷走的马内 应该都在这 就算抓不到人 回去也能交差了 闭嘴抓不到盲灰 谁都别想回去 先搜 看房间的其他地方 还有没有藏着马内 进下岗 盲灰是在跑路 肯定把全部马内放在一起 方便拿起来就跑 不对阿冷姐在骗我 看她让人翻找的样子 他们重点应该是 盲灰带出来的某种东西 我心中有了想法 同时对阿冷姐 多出一丝提防 很快阿冷姐手下搜完房间 冷姐除了几只蓝精灵 什么都没发现 挺有兴致 这都跑路了 还有闲心搞破血 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西港 辉哥说他在这边 认识一个大佬 带我过来投靠 他已经联系到那人 对方很快会过来接我们 哪个大佬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辉哥没说 求求你们放了我 那个鬼地方 我是不想再回去了 闭嘴 我听到阿冷的话 有些头疼 阿冷姐抓到人就走了 但我还得继续在西港混饭吃 万一得罪了大人物 那我不得完蛋 随后阿冷姐看向我说道 十三我们守株待兔 盲徽肯定会回来的 别太冒险了 万一等来的是盲徽的援兵 咱们搞不好会被包饺子 而且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有什么想法说说看 先把这女人和马内转移 起码能有一些成果 不至于全败 万一转移的时候遇到盲徽 不就打草惊蛇了 那样的话想找到他会更难 阿冷姐说出顾虑 而我没有再说话 反正我的意见提了 剩下的由她考虑 片刻时间阿冷姐做出了决定 算了还是不能太冒险 你们两个把人和马内带走 回临时据点 其余人留下来等盲徽 希望搞快点 再不回去叔叔该担心了 我找个最安全的位置藏好 以做好划水的准备 不到必要时候 我绝对不出力 大约过去五分钟 昏暗的过道上传来脚步声 这让房间内所有人打起精神 当人影走到门口 阿冷姐喝道 动手 你们干什么 等等声音不对 你是谁 我是这家旅馆的房东 刚听到有喊声 所以过来看看 下次看清楚再动手 你看闹出乌龙了吧 我趁机打击阿冷姐两句 却听见跑步声 还看见一道背影 跑到楼梯拐角 阿冷姐自然也看到了 这体型是盲徽 给我追 随后我们一路追下楼 看见盲徽钻进一条巷子中 阿冷姐率先带人追上去 眼见就要追上盲徽 可盲徽也不是善类 转身拔枪就要射击 但阿冷姐丝毫不惧 你们别开枪 我要抓活的 什么标 你是要堵他枪里没子弹吗 有些是看着很简单 但真正做起来的时候 意外频发 我后悔帮阿冷姐了 去接上集 我带阿冷姐找到目标人物盲徽 对方却跑掉了 当阿冷姐即将追上他时 他掏出法器 欲要射击 阿冷你个疯婆子 追了一路还不够吗 再追我开枪了 盲徽你逃不掉的 大老板说不管你逃到天涯海角 都要将你抓回去 我还是看戏吧 他们不管谁隔屁了 对我都没有影响 我看到阿冷姐也拿出了枪 接着两人几乎同时扣动的扳机 响声过后 阿冷姐倒在地上 盲徽则捂着手蹲在了墙边 我的手 冷姐 这下好了嘎吊意料白了 往后他便不会再威胁我 等他的手下带盲徽离开 此事就结束了 我是越想越美好 局势对我十分有利 但事与愿违 只见阿冷姐站起身 对手下命令道 把盲徽扣起来 妈蛋疼死老娘了 阿冷姐挨了一枪都没事吗 够飙悍的 我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我没感你很失望吧 阿冷姐说笑了 刚才我可是为你捏了把汗 你就嘴巴厉害 我穿了防弹内衬背心 否则也不敢这么扑 万一他打你脑袋呢 我问出关键问题 还是觉得阿冷姐的行为太过冒险 他却对我释然一笑 那就吹灯拔辣喽 像我们这些刀口舔血的人 打掉或许是一种解脱 阿冷姐真爱开玩笑 人我帮你们抓到了 现在两清了吧 等我们安全回去 整件事才算结束 行行你说了算 主要的事已经办完 我也不想跟他计较这些小事 可由于想了枪 引来两个巡逻的宪兵 这把盲灰高兴坏了 救命他们要杀我 快把他们抓起来 别动放下武器 叫增援 十三 没事交给我 我看到两人是一点不慌 因为我们提前跟刀队长打过招呼 随后我开口道 两位兄弟慢着 我们的行动刀队长是知道的 你可以打电话询问一下 免得闹出乌龙 嗯 你别乱动 好我不动 你们尽快请示 免得浪费大家时间 两人听到刀队长的名号 也不敢随便来 只得打电话回去请示 他们简单说了两句 把手机递给我 刀队长实在抱歉 给宁天麻烦了 都说了让你动静高小点 虽说你们给了一份 但也不能万来 不然我很难做的 知道我们的事已经处理好 马上就撤 不会再给宁天麻烦 挂断电话 我给了两个宪兵点茶水费 将他们打发走 看得盲灰眼睛都直了 十三 你忘记在复兴吃的苦头了吗 为什么还要帮他 嗯 还不老实敲晕他 盲灰用的是离间计 但他说的也对 我那顿揍不能白挨 起码得给我汤药费 真会趁机敲竹杠 等付你用金的时候 把汤药费一并结算给你 由于八面的事 我跟阿冷冒翻不现实 只能从中多拿些好处 可我们拖着盲灰没走几步 却被人挡住去路 我认出带头之人 你叫黑曼巴没错吧 以前独眼的手下 多亏你干掉独眼 否则也轮不到我上位 那你出现在这 是怎么个意思 这个男人是我们的猎物 他一到西岗 我就派人盯着他 可你们抢先一步截胡 不合规矩啊 黑曼巴摆明 想要好处 可这些人的胃口小不了 我看向阿冷姐 把麻烦丢给他 你们想要多少 哼 见面分一半 这是规矩 可以不就是要马内 全部都给你 没必要伤和气 阿冷姐答应得很爽快 让我十分吃惊 随后阿冷姐 拿出盲灰的钱包 都没看里面有多少 直接丢给黑曼巴 东西给你了 我们走 臭女人你耍我 当真以为我是吃素的 我吃进去的东西 不可能吐出来 动手 阿冷姐也是个狠角色 一言不合就动手 双方当即爆发交火 我在第一时间 找到安全位置躲藏 十三他们的实力如何 人数倒是不少 却是一群乌合之众 背后没什么大靠山 十三你给老子等着 这笔账药算在你头上 你要敢对我下手 就等着被悬红吧 我不插马内 双方交火时 没人注意盲灰 他居然爬起来自己跑了 感情他之前是在装晕 这就很突然 十三我拖住他们 你去抓盲灰 行你也看着点 别把声闹太大 不然刀队长会出面的 放心我自有分寸 我朝盲灰逃跑的巷子中追去 由于他的武器刚被收缴 倒是没那么危险 当走到一个岔道口 盲灰突然冲出 将我撞倒在地上 不给我活路 那你也别想活 来啊 老子一枪崩了你 我赶忙爬起身 甩动发晕的脑袋 赶紧用枪顶住盲灰脑门 吓得盲灰立马怂了 十三我跟你无冤无仇 求求你放过我 哼 少跟我废话 阿冷姐为什么要抓你 说 我黑了老板的马内 带走了她的女人 东西你们应该也找到了 放我走吧 你肯定还藏着 更有价值的东西 对吧 难不成想让我 从你尸体上翻找 我也不确定盲灰有什么 只知道那东西很重要 便出言威胁 我寻思着等拿到东西 就不用受制于阿冷姐 省得他成天 用八面来威胁我 而盲灰最终还是妥协了 我出来是为了保命 还拿了一份名单 上面详细记载着 复兴几个幕后老板的 真实信息 东西在哪 给我 你真敢要 我跟你不一样 我没解释太多 因为我跟盲灰不一样 阿冷姐手中 有我的把柄 我们之间也没到 不死不休的地步 只见盲灰将几张纸递给我 这是你要的东西 能放我走了吗 我只放你这一次 能不能走掉看你的本事 多谢多谢 盲灰说完转身就跑 我收好几张纸 没有朝他后背开枪 因为他对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我拿着这张名单 走出多远 却被人再次打晕倒地 还敢装晕跟我玩套路 这次看你还装不装 阿冷姐你们怎么过来了 盲灰好狡诈 我刚才差点抓到他 结果被他撞倒了 你靠脑子吃饭 我刀弄枪的不适合你 那边县兵大队人马到了 自然得散场 我们走 哦 折腾大半天终于结束了 随后 我跟着阿冷姐他们撤离 来到停车的地方 驱车离开 在此过程中 只希望盲灰不要醒过来 免得抖出名单的事 十三这次的是多亏有你 姐看你挺顺眼 跟我一起去大齐力吧 别这边挺好 你那边火力太忙 不适合我 随你便 我只是觉得你在这边帮人跑腿 实在太屈材了 我没有回答阿冷姐的话 她这个人太疯 还是尽量远离得好 之后 我来到阿冷姐的临时据点 是一栋无人居住的废弃楼 拿呗 两只手拿起来的都给你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多谢阿冷姐 我也没跟她客气 拿完马内便准备离开 至于那份名单 只要阿冷姐不拿八面硕士 我就当她不存在 可不等我走出废弃楼 阿冷姐手下跑来汇报 冷姐外面来了好多辆车 看样子来者不善 应该是盲辉的援兵 怎么找到这来了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也是你们带过来的 再说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先去看看情况 对方想如何 我们来到门口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 白总你老大晚上过来干嘛 十三你也在 还不是被你们闹腾的 把盲辉交出来吧 我靠着一份名单 跳出阿冷姐的局 以为整件事在与我无关 却又被别人拉回原来的局 这让我欲酷无泪 拒接上级经过一波三折的争斗 我带阿冷姐抓住盲辉 结果白总前来要人 白总人是在我们手中 不知您跟盲辉是什么关系 我跟盲辉的父亲有些交情 他算是我的侄子 赶快交人吧 这部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大家冷静点都是误会 我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白总嘴上说的热闹 其实来救盲辉是为了某种目的 若两人关系真那么铁 盲辉到西港就不该躲起来 而是第一时间去找白总 十三既然你开口了 我也不为难你们 人留下你们可以走 多谢白总给面子 可整件事不是我主导的 我只是个跑路货色 是吧阿冷姐 盲辉做出危害园区利益的事 这个人真没法交 请回吧 我给你们面子 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 当真以为我好欺负 白总也是个暴脾气 他声音一冷 身后的人快速举法器 阿冷姐自然不甘示弱 同样让手下举起法器 万一真打起来 我也要跟着遭殃 两位冤家一姐不一姐 有什么事慢慢商量 如今枪口对枪口 打起来对谁都没好处 阿冷姐强龙不压地头蛇 把枪放下 你们也放下 别摸击了娇人 哪怕你们现在能占到便宜 也是离不开西港的 把人带出来 阿冷姐认清现实 毕竟白总的人比他多 而他属于客场作战 自知讨不到便宜 随后盲辉被人带出来 由于阿冷姐的手下 给盲辉打过镇定计 他现在还处于昏迷中 把人交给他们 可是盲辉对我们很重要 不带人回去交不了差的 按照我说的做 现在不交人 可能都回不去 哈哈哈哈 交人就对了 我最近持宅念佛 也不想动手 我们走 白总也倒干脆 随后带上盲辉离开 可若让他知晓盲辉的马内 在阿冷姐手中 应该就没那么好说话了 但这是让阿冷姐很生气 敢这么让我交人 要是在大骑力 我直接把你秃秃掉 十三我必须带盲辉走 你有什么办法 我得回园区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另外我有个建议 此处已经报路 还是转移的好 我明天打给你 之后我回了园区 躺在床上感觉累啊 忙了一天 还是没能解决问题 主要还是发生的意外太多 连叔叔也为我担心 十三哥 你怎么会累成这样子 没什么跑的地方有点多 你早点休息吧 我说着摸 像口袋里的名单 觉得有这个东西在 就不用受制于阿冷姐 隔天一早 我刚来到楼下 阿冷姐的电话就打来了 十三你出来一趟 我们合计一下 怎么去把忙灰弄出来 忙灰的事我不会再掺和 你们自行解决吧 哼 事还没完你就想抽身 觉得你能全身而退吗 难道你不怕 八面的事被我抖出来 随你的便 我手里有一份名单 从忙灰那拿到的 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东西吧 什么你拿到了名单 阿冷姐你别激动 那东西对我来说 只是一张废纸 没有任何价值 你替我守住秘密 上面的信息就不会流出去 我占据主动权 自然跟阿冷姐讲条件 毕竟跟着她办事太危险 随时会搭上性命 尽早抽身才是上策 而我这一手操作 差点没把阿冷姐气死 你在威胁我 阿冷姐这话说的 一直都是你在拉我入局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自保 行算你狠 往后的行动我可以不叫你 但你记着管住自己的嘴 若那些信息泄露 谁都保不住你 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况且我也没那么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十三真有你的 我没透露过任何信息 你也能发现我们的目的 阿冷姐挂断电话 我能听出她很生气 甚至想嘎了我 可这里是西港 她对我无可奈何 接着我遇到了飞哥 飞哥回园区了 不用再管老肖那边的事了吗 蒙仔已经清醒过来 一些小事她会处理的 而且园区的事我也不能落下 这就好 最近各种事反的不行 听说你又惹麻烦了 还去拜会了刀队长 又惹上了黑曼巴 还惊动了白总 你小子够可以啊 全是被逼迫的 我也没办法 先前不这么做 怕是连命都保不住 那现在呢 已经解决了 应该不会再有麻烦 解决掉就好 往后做事还是小心点 尽量别留下尾巴 飞哥我深有体会 我跟飞哥分别后 继续去上班 处理日常事务 过得还算平静 可刚下班阿冷姐的变化 又打来了 你又找我干嘛 不是说好了 大陆朝天各走一边吗 实散是我 你过来我别墅一趟 白总我跟这件事没关系 这件事要怎么处理 你们自己解决 怎么我请不动你 白总说的哪里话 你的面子我肯定要给 但我现在走不开 常天猴经猴经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小心思 我在这里保证 你不会有事 那我忙完手里的事 马上赶过来 我挂单电话后 心里冒出一个想法 阿冷姐被白总抓了 没想到 我又被牵扯到这件事中 既然避不开 也只能前往 当我走进白总别墅 看到的却是阿冷姐 和白总谈笑风声 什么情况 难道他们要连起手来对付我 十三来了坐 白总你找我过来什么事 也没什么大事 阿冷说他请不动你 我就亲自打过去了 事然这样子大得很 说笑了我就一个小人物 这不是过来了吗 我也只能陪笑 顺便看他们想要如何 白总开门见山道 对于盲辉的事 我跟阿冷已经有了解决方法 而这件事你也牵扯其中 所以让你过来 大家一起说清楚 你们说我听着就行 阿冷我也没想到盲辉如此无耻 竟敢偷大扫 那可是我们的禁忌 放心我一定会把人交给你的 多谢白总 可我忙前忙后的 你也不能让我白忙活 之前盲辉答应过我 愿意把他的全部 马内交出来 让我保护他 那些马内是园区的 念在白总盲辉一场 我愿意拿一半出来 听到一半 我见白总不高兴 感情他想要全部 客厅内随之陷入压抑的安静 还是阿冷姐打破僵局 上面只能给那么多 这样我私自做主了 给白总六成 马内等我坐上船石给白总 伤款 来人把盲辉带上来 这就把盲辉卖了 看来也是塑料关系 一切也源于马内 不过白总艇会做生意 随便出去一趟就挣了不少 我没想到 他们会这么快谈妥 随后盲辉被带上来 白叔我爸跟你可是有交情的 你一定要帮我 自己做的好是自己靠 你爸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还有我只欠你顽固的父亲人情 并不欠你 白叔你不能这样 之前还答应救我的 你也答应给我活动经费 现在马内在呢 是你先不讲信用的 阿冷人就交给你了 把盲辉带走 助两位协商解决此事 这不挺好 大家何必成天寒大寒暇的 破坏和谐 两人和平化解争端 让我松了口气 等阿冷姐离开西岗 这件事也就结束了 另外我手中握着名单 她也不会拿我如何 桌上的香槟一人一杯 喝下后便不能计较之前的事 不管谁是谁妃都接过去了 我是弱者 你们怎么说怎么好 你还弱 是我一直太低估你了 记着你的承诺 我这个人嘴巴很严的 我们三人喝下香槟 接着我跟阿冷姐来到别墅外 十三你够阴险的 我真想收拾你一顿 等你找到盲灰时 人和马内已在白总手中 你根本不可能带人走 知足吧 但我有口气憋在胸口 实在咽不下去 喂你别乱来 我接阿冷姐举枪对着我 心底生起一丝慌乱 拒接上级白总和阿冷姐 选择和解 阿冷姐留下一笔马内后 带走盲灰 可刚出白总的别墅大门 阿冷姐便掏枪对着我 你也有怕的时候 从来没人敢耍我 可你却耍了我两次 你手别抖 刚才不是说清楚了吗 整件事就这么算了 谁都不追究 出了这道门 你觉得姓白的会管你吗 难道你不怕那份名单 哪怕我今天打在这 里面的内容依旧会泄漏 到时候你也得完蛋 那我们就一起完蛋 没什么大不了的 疯女人 活着不好吗 我的确很害怕 像阿冷姐在大齐里混饭吃 由于那边环境凶险 他们骨子里都透露着疯狂 有时脑子一抽 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 这时白总听到动静走出别墅 你们这是干嘛 白总救我 阿冷姐想要我的命 你刚才可是说过 不再追究这件事的 阿冷把枪放下 你这样做不合规矩 白总请放心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十三你跪下 给我磕三个响头 再从我胯下钻过去 才能了结这件事 十三你照做吧 十六群吓死 做鬼也风流 白总这一说话 我察觉到不妥 觉得他们两个在联手炸我 等着看我出丑 十三我只倒数三个数 你不跪下照做我就开枪 白总你别插手 三 二 一 我帮你数 开枪啊 被识破了 不好玩 你还真是个有趣的人 不带这么侮辱人的 要是没有我 你们能够拿到 各自想要的东西吗 十三兄弟别生气 大家开个玩笑而已 行了大路朝天 各走半天 轻声不敢绿水长流 我们日后再见 我不想跟你们扯上关系 以后也别来找我 我后背全是冷汗 随后匆匆上了车 飞哥的电话在这时打来 十三听说你独自住了园区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一些小问题 我已经解决了 不知飞哥打给我有什么事 老肖和泡王都出来了 我们去老肖别墅一趟 好老肖别墅见 我启动车子 前往老肖别墅 脑子里闪过很多想法 如今所有线索指向炮王 可他已被惊动 故知飞哥他们要如何下手 车开到一半 我见有人在办到施工 这个点还加班施工 想当劳模吗 熄火 检查证件 你们哪个部门的 修路还检查证件 开玩笑的吧 我们什么都管 你看起来好面熟 投他是十三 你大爷赌我呢 这又是谁的人 我一脚油门到底 想强行闯过去 结果他们开了一辆大货车 江陆封锁 玩犊子了 这又是哪尊大神要对我出手 情况不太妙 十三下车吧 我们老大要见你 你不见他一面是走不掉的 你们老大是谁 等下看见你便知道了 还挺神秘 我看了周围全是他们的人 也没法反抗 跟着对方来到僻尽处 眼前的人让我大为吃惊 泡爷原来是你想见我呀 生狗的事跟我可没关系 而且我还帮你收拾掉一个叛徒 这怎么着也算好事 照你这么说 我还得感谢你 刀个红包给你要不要 泡爷客气了 像生狗那种以下克上的人 我也是最反感的 基本见一个灭一个 还给我傻嘴皮子 以为这些手段对我有用吗 收起你的小心思 我挨了一巴掌 感觉整个脑子嗡嗡的响 而泡王这类人挺麻烦 是个油盐不尽的主 泡爷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说出来 真想要我这条命拿去就是 反正我现在反抗不了 十三你小子有点意思 可惜不是我培养的 来人录像 你们要干嘛 待会我问什么你如实回答 泡爷请问我肯定置无不言 你们抓到诺克尼时 他说了什么 我听到这个问题 一阵头大 说出来就是背叛飞鸽 况且我也不知道 诺克尼说了多少东西 我是去大齐历找过诺克尼 但他在那边就嘎了 都没来得及问话 若诺克尼什么都没说 你们为什么要来找我 我也不清楚 老肖让我和猛仔去探探你的底 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不老实 因为我不敢动你吗 来人把十三拖走 陈海 慢着以泡爷的身份地位 何必为难我一个小的呢 真有问题 你可以去问老肖他们 我没想到炮王会如此干脆 鼠师把我吓得不轻 他们才是真正的狠人 一言不合就要别人的命 而炮王见我怕了 再次问话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把知道的说出来 否则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卧槽 好我说 诺克尼在大气里的确没赶 还被老肖弄回了西港 但现在人已经凉了 至于他说了什么 不是我一个跑腿的能知道的 看来阿棱给的信息没错 诺克尼被你们带回了西港 阿棱姐你认识他 谈不上认识 他让我安排船只送他离开西港 但又不想赴马内 所以他拿等价的信息来交换 我听到是阿棱姐说的 心中顿时凉了半截 还好炮王知道的信息不是太多 既然炮爷都知道了 那还问我做什么 这不是逗我开心吗 哼 我总得确认一下 免得被骗 那现在能放我走了吗 主要是我留下来也没什么用 我觉得你知道很多东西 没全部说清楚 说吧别耍花样了 我知道的真就那么多 你逼我也没用 我第一次感受到炮王难缠 他不会管你说什么 一直在主观判断 认为我没说实话就要收拾我 动手你们站着干嘛 在那看戏吗 不等我解释 便挨了一顿揍 你大爷打我算什么本事 有能耐对付老萧区 哼 老萧阿飞就是个笑话 看着吧 我早晚会收拾那两个老东西 你要是想清楚了就说 我急着赶回去睡觉 其他事我真不知道 死鸭子嘴硬 脱去陈海 威胁人就不能换一招 只会陈海吗 可他今天刚被放出来 就要搞出那么大动静 怕不是疯了 我如此想着 兜里的手机响起 只见炮王接起 飞哥打来找你的小兄弟吗 小炮你把十三怎么了 我们之间的争动 没必要牵连小的 找他过来聊聊天喝喝茶而已 但你的称呼得改了 聊天喝茶 这不睁着眼睛说下话吗 我实在无语 但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又能说什么 当炮王打完电话 顺手将手机丢给我 今晚就到这吧 若非碍于某些因素 真想将你带回去严刑拷打 在刀队长的见证下 你跟老肖签了某些东西吗 做人不要太聪明 我们走 我拿炮没办法 随后我启动车子 来到老肖别墅 猛仔伤怎么样 只能慢慢调理 还好你及时找到我 不然我的命没了 十三你身上的伤势 是谁揍你 我带人去灭了他 你别冲动还不是炮王 刚出来就赌我 我怀疑是阿冷杰给的消息 这些丑我们一定会报 先别说报仇的事 养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 我跟猛仔没聊几句 老肖和飞哥走到客厅 飞哥宵爷 小炮太过分了 说好的暂时罢手 结果他动了我们的人 我非得去找他理论不可 宵爷算了 我又没多大的伤 对了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吩咐吗 也没多大的事 由于刀队长干预 我们跟小炮只能暂时休战 先让受伤的人缓个劲 过段时间再想办法对付他 我听飞哥的 简单的交谈后 我跟飞哥回到园区 接下来过了两天的安稳日子 直到倩姐那边来了任务 拒接上级经过一番折腾 阿棱姐和炮王总算告一段落 而我在整个过程中没少受罪 我刚歇了两天 倩姐便给我安排新差事 倩姐你找我 也快下班了 有点事差你去做 倩姐请说 待会有一批猪仔会到西港 他们都是自愿过来的 你去炮王的码头把人领回来 啥炮王的码头 要不换个人去 我听到炮王一阵头大 他跟老肖停战不假 但那老东西情绪不稳定 万一发起飙来 吃亏的人是我 可倩姐不愿跟我过多纠缠 放心你这次代表圆区区 炮王是不会动你的 你去找老扎说一声 再跟鞋子要几个人 去把这事办了 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是倩姐 倩姐都如此说了 我也只能硬下 随后我去找了扎哥 把倩姐交代的事大体说了一遍 谁知扎哥的表情很精彩 十三我得给你提个醒 去码头领人可不简单 你自己放机灵点 别吃了亏 还请扎哥说明 你去了自然会知晓 部门里要哪个人 你自己挑 记得一定要小心 就这样吧 难不成有坑 我就知道没什么好差事 而且还要跟炮王打交道 我脑中快速过了一遍各种危险 随后找到大牛 又跟蝎子要了几个内宝 让他们开上大巴车 跟我一起出园区 车上大牛问出疑惑 十三哥这天都快黑了 我们是要去哪 去接一匹猪仔 但这次跟以往不同 可能危险程度不小 你把家伙准备好 待会看我眼色行事 是 十三哥让我干谁 那我就干谁 别整天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 多动动脑子 你看猛仔差点连命都没保住 知道了十三哥 车子一路急迟 我们很快来到炮王的码头 当我看向四周 码头上的人对我敌意很大 十三来了大家抄家伙 各位兄弟别激动 我不是来闹事的 只是来送马内给你们花 十三你胆子是真的大 还敢来码头上 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 炮爷说笑了 我此次是代表园区来的 办完事马上走 肯定不爱你的言 你最好别给我惹事 滚去那边待着 大牛我们走 我带人来到一个房间内 里面坐着几人 虽说没跟他们打过交道 但我在一份信息表上见过 他们来自金水金辈 绿巨人等园区 像这些园区 一个园区内有多家电杂公司 十三哥坐 你一个新人 有资格坐在这吗 给我站着 高总是吧 在金水园区开的小破公司 看把你能的 我今天就坐下了 你能如何 兴让你狂 待会可别哭着求我 求人吗 我没那个爱好 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对方一来就给我下马威 待会肯定有事发生 于是我给大牛使个眼色 让他随时做好动手准备 接着我看向其他人 他们的眼神都不对劲 似乎要吃了我一样 直到外面泡王的声音响起 传到了都出来提人吧 哈哈哈哈 有好戏看咯 没想到来的是个愣头青 今晚又能平白捡个便宜 大牛待会谁敢耍幺蛾子 我们直接崩了他 不要有任何顾虑 雷声大雨点小 吓不到我们这些老江湖的 我们来到外面 只见两艘船已靠岸 上面走下来不少人 而个园区来提猪崽的负责人 开始吆喝 金水高总的这边 金水赵老板的这边 绿巨人曾老板的来我这 大牛扯开嗓子喊 黄乐的这边 黄乐的来我们这 上车就走 大家千万别走错了 其他园区的待遇没我们好 去错了要吃亏的 现场分猪崽很乱 我只能扯着嗓子喊话 也不管其他园区负责人怎么看 万一回去少了一个人 那他的全部赔付就得我来出 可能出来这一趟的茶水费就没了 而炮王看着这一切并未维持秩序 这兔崽子有勇有谋 我是越看越喜欢 可惜不是我培养出来的 炮爷要不我把他抓起来 然后进行调教 不信他不听你的话 强扭的瓜不甜 先看着吧 好戏在后面 看他怎么解决 快点来了就上车 不要磨叽 在海上飘几天也够呛的 待会带你们去吃大餐 我就一个进咬喝 生怕有人走错了 可还是出了问题 只见一人抬着手高喊 我叫阿鸟 我要去的是黄乐 你们别抓我 还有我也要去黄乐 我这还有一个 我也是被他们抓过来的 你们什么意思 抢人了 这是规矩别嚷嚷 你第一次来码头接人 所以我们得带几个走 把我们园区的人放了 我不知道还有这破规矩 现在不告诉你了吗 反正也就带走十几人 算是混个脸熟 你下次再来肯定不会了 我一听就是屁话 若真被他们把人带走 我得赔一大笔马内给园区 至于他说的下次不会 都把事办砸了 哪还有下次 别扯那些没用的 我们黄乐的人 谁都带不走 我们为原许办事 谁敢赌我们的财路 我就崩水 这是炮王的地盘 我不信你敢动手 送你一句忠告 往后接人 让几个老资格的跟着来 带上人我们走 十三哥我刚才数着人 少了十一个 光赔付费用都是一大笔 断人财路如嘎人父母 站住 要么人留下 要么命留下 我心中一横 果断拔枪 对着高总一行人 大牛和内宝纷纷照做 可高总没太当回事 劝你一句把枪收起来 带走你两个人而已 没必要大家闹得不愉快 新人就得交学费 老东西 再敢跟我瞎咧咧 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所有人准备开火 没人能欺负我十三 大不了一起完蛋 你你来真的 高总动容了 可能他也没想到 我会如此狠了 其实我是狗急跳墙 没办法了 而且这种时候 你要是软了 他们会变本加厉的 这时炮王来到我面前 放下枪 在我的地盘时 让你开枪的 炮爷放下枪也可以 但他们要先放人 十三你在跟我讲条件吗 看清这是哪里 我没想得罪炮爷 但是他们强行抢我的人 让我回园区没法交差 回去也给嘎不如嘎在这 反正我烂命一条 不像这些老板主管的命金贵 嘎了或许是一种解脱 你们够狠 连命都不要了 诸位我的码头 不是没规矩的地方 自己的是什么就拿什么 出了码头 我不管你们的事 把他们几个放了 十三是吧 别以为自己在西港 有点小名声 就能横着走 西港的园区不止黄乐一家 老板也不止姓黄的一个 往后出门当心点 少在我面前摆谱 不管是谁 他逼我那我肯定要反击 谁手上还没几条人命 好我们走着瞧 高总放了我们的人离开 其余几个负责人 也是纷纷照做 我数着人够了 方才长舒口气 起码这趟不用陪马内 至于得罪高总等人 我没放在心上 接个猪仔都得老板亲自过来 只能说明他们的公司规模不大 人够了吗 多谢炮爷姐妹 人都够了 不用谢我 维护自己码头秩序 是我应该做的 但你在我的码头开枪 是对我的挑衅 明天我一定包个大红包 孝敬炮爷 包你满意 面子的事 不是能用马内摆平的 一人做是一人当 枪使我开的 你要收拾就收拾我 大牛带人上大巴 你是我带出来办事的 这件事我来扛 还真是兄弟情深 今晚不揍你了 省得你每一集都被人揍 赶紧滚 谢谢炮爷手下留情 接着我带人返回原去 车辆开出码头 离开了炮王的地盘 我便被一辆车拦下 车上还下来一熟人 刀队长他怎么会在这 巧合的有些过分了 怕不是要搞什么幺蛾子 去接上级 我带大牛去码头接猪仔 没想到其他几个园区的人也在 可他们流行七声的把戏 我用豁出命的态度 震住场面 但也引来了麻烦 刚离开码头 便被刀队长堵住去路 停车熄火 临时检查 十三哥怎么做 要冲过去吗 别冲动我们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庙 那样做纸会更麻烦 照他说的做 我下车跟刀队长交谈 刀队长 您怎么大晚上还出来巡逻 不知有什么事吩咐 我刚收到举报 有不法分子在这一带活动 带人过来突击检查 刀队长尽职尽责 令人佩服 我们的车就不用检查了吧 刀队长清楚的 我可不会做违反乱级的事 既然有人举报了 那我得走个过场 你放心也就随便查个证件什么的 安个不了太多时间 不好他来真的 明知猪仔最怕的就是查证 这是优想敲我一笔马内 动手对大巴上的人逐一核查 刀队长且慢 我也没装现金 但明天一定包个大的孝敬你 我只能破财免灾 但是这次失效了 刀队长一点不卖我面子 实在你给我少来这套 打击违法罪恶 维护西港安宁 那是我的责任 给我搜 等一下刀队长 我们园区可是给着马内的 你这样做不好吧 没错但那只限于园区内 在外面我就得按照规矩来 说的已经够多了 给我让开 还装你只是想要更多 肯定是举报之人十马内了 是高总 我脑中闪过一人 但现在忙不得管其他 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我实在处理不了 只能打给倩姐 十三你到哪了 几个主管都等着分人 你来快点 倩姐我遇到麻烦了 事情是这样的 你把手机给刀队长 我跟他谈 好 刀队长倩姐想跟你聊两句 还学会搬救兵呢 我看他能说什么 刀队长接过手机 刀一旁跟倩姐通话 我也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 过了一阵刀队长回来 把手机丢还给我 十位队 十三别忘了你允诺的好处 当然我此次办事的茶水费 全部孝敬刀队长 看在你上道的份上提醒你一句 别什么人都惹会吃亏的 你只是个小角色 多谢刀队长告知 我嘴上笑嘻嘻 心中则是一万个XXX奔腾 这一晚算是白忙活了 吃了个不小的暗亏 之后我带人回到园区 倩姐人都在这 一个也没少 十三你能力很强嘛 第一次取就能把人全部带回来 老板果然没看错人 倩姐别拿我开玩笑了 下次要是还有这种柴事 麻烦你先给我提个行 好让我有心理准备 这是老板吩咐的 说有空测试下你的应变能力 现在看来你完成得很好 对了刀队长说有人举报 我怀疑是高总 举报者的行为是根源区作对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明早我会给你答案 听到倩姐如此说 我简单交接一下就离开了 至于我带回来的这批猪仔 暂时跟我没关系 隔天一早我去找倩姐 倩姐你昨晚说的是 你的茶水费没了 我已经派人送去给刀队长 而刀队长之所以会出现赌你 是因为他受了高总的马内 高总想报复你 可恶的高总 不就看我好欺负想捞点好处 拿不到好处便气急败坏 最夸张的还是刀队长 两头通吃 别发牢骚了 这件事你想怎么解决 全凭倩姐做主 高总的行为已威胁到园区利益 那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我们肯定要给他点厉害瞧瞧 他在金水园区开公司 我们对他下手 不会引起两个园区的争斗吗 你也说了 他只是在别人的园区开公司 一个小老板而已 别听着什么总什么老板 有些人不过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已 其实身份还不如你 那就弄他 你带上大牛去找蝎子 这件事由他负责 我的要求只有两点 一是高总要活的 二是树立我们园区的威信 明白我一定把事办漂亮了 随后我去喊大牛 跟着蝎子离开园区 来到金水园区不远处 蝎子朝我吩咐 13这是高总的号码 你打电话约他出来 只要他离开门口内保的视线 我们立刻动手 抓起来给他一顿收拾 好我试试 蝎子的方法很直接 但我觉得很实用 重点是要把高总约出来 于是我给高总打去电话 当打了六七个后 高总终于接起 谁呀打个没完 我很忙的 高总我是13 昨晚的是我错了我不懂事 特意打电话跟您道个歉 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往后别跟我一般见识 原来是13哥啊 你的道歉我可承受不起 你在码头多威风 还用枪指着我 怪我年轻气盛 但昨晚我也吃到了苦头 知晓惹了不该惹的人 这样我在外面摆两桌 给高总道歉 把我们之间的矛盾化解 不知高总一下如何 我没空赴宴 你真想道歉的话 送十个猪仔来我们园区门口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好我明天送过来 就这样挂了 高总做事很小心 我的计划失败了 收起手机 我无奈地看向蝎子 蝎子主管这老小子很谨慎 看来行不通 小瞧他了 可这是别人的园区 我们没法直接冲进去拿人 看来只能引蛇出洞 可有什么诱饵把他引出来 听你这么说还真有 高总有个老乡好 并不在园区内 我们可以找到他的老乡好 再把高总引出来 蝎子主管高啊 我们没多少时间耽搁 用了点马内买了消息 随后来到高总乡好的住处 蝎子主管敲响了门 谁爱敲个门这么用力 别把我的门敲倒了 你是谁 我是高总的小弟 他最近没空 让我给你送笔生活费过来 蝎子主管说着 拿出一点马内 高总的老乡好阿力心动了 果断打开门 而蝎子顺势推门进入 将阿力控制住 我则带着其他人进入房间内 这场面把阿力吓得瑟瑟发抖 你们别乱来 我的靠山是高总 若我有个三长两短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们收拾的就是高总 你要是听话 就一点事都没有 敢耍花样我一枪崩了你 是是我一定听话 你有吩咐直接说 打电话月姓高的出来 该说什么 不用我教你吧 不用我这就打电话 把他约来此处 随后阿力给高总打电话 用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 还说他肚子里有孩子 高总一听便说马上过来 如此一来 这是基本成了一半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 等兴高的一来 我们把他拿下就完事了 能有多难 最直接的手法才是最实用的 什么花里胡哨的布局 都是伤脑筋 要是这个女人刚才不听话 我就派人守在金水园区门口 不信他一辈子不出来 完全赞同 两人差不多的脑子 倒是脾气相投 但我觉得此事有风险 全部在房间内容易被包饺子 便把蝎子约到外面 十三你有话直接说 干嘛神神秘秘的 经过刚才我跟高总谈话 觉得对方不是省油的灯 说不定他已经起疑心 会带不少人过来 十三你别自己家自己 刚才阿力打电话时你也听的 话语中没有问题 蝎子主管小心无大错 当然你是此次行动的主导者 我不过提个建议 你接着说 我跟大牛在屋里守着 你带人在外面负责警戒 里外好有个照应 就阿力一个在屋里跑不了 行反正也不费事 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两个 千万别偷吃 反正是要紧 蝎子主管我不是那种人 还跟我装算 你进去跟大牛说留下 叫其他人跟我走 我跟大牛在屋内等待 一小时后 我听到楼下的刹车声 便从窗口往下看 只见几辆车停楼下 高总下车 并带着一群人走进楼房 拒接上级 我惨遭高总点水 差点被刀队长一锅端 可高总的行为 是对我们园区挑衅 所以倩姐打算教训他 便派出了我和蝎子抓人 大牛高总带人上来了 你做好准备 等高总进来 直接把他吐吐了吗 你别虎呆会看情况再说 而且这次带队的人是蝎子 最后如何得由他决断 十三哥我会见习行事的 大牛很听我的话 没过多久敲门声响起 我知道高总他们到了 便让阿丽开口 能没锁进来吧 十三还真是你 你的胆子不小啊 还敢找到这来了 高总昨晚码头上的事 是你点的我吗 没错是我跟刀队长举报的 还给了他一点好处 让他把你和那批猪仔一起带回去 如此我还能从他手里低价买猪仔 可也不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 突然收手了 高总点水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江湖上步行这一趟 笑死我了 你还跟我讲江湖规矩 西港的规矩只有一条 谁赢谁说的话就是规矩 是吗 那今天我就是规矩 我看了大牛一眼 两人同时拔出枪 可高总带来的人不少 没有丝毫慌张 进来 十三很意外吧 我都猜到了是你高鬼 难不成会一个人都不带过来 你跟我比还是太嫩了 蝎子朱冠你都听到了 那就动手吧 让他知道我们园区的厉害 蝎子 蝎子带人冲出江门口堵住 都别乱动 我们已经堵住门口 只要我乐意 可以将你们全部秃秃掉 蝎子咱们金水 黄乐井水不犯河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心理清楚 十三大牛下他们的武器 都别乱动啊 子弹可不长眼 万一走火了别来怪我 我跟大牛快速收缴武器 接着我走上前 对高总一顿打量 他则朝着我笑 十三都是误会 我跟你闹着玩的 这样你损失掉的马内 我来赔 赔双倍 误会个忙 你说误会就误会 你这次摊上大事了 蝎子主管要在这里 把他办掉吗 带回园区 把其他人绑好关到 对面空房间内 行了你们先出去吧 我要办点事 知道了 我看向高总的想好阿力 知道蝎子主管要干什么 接着我们在门外等了半小时 看到蝎子带着阿力 走出屋门 蝎子主管你这是 又吃又带不行吗 行当然行 蝎子主管高兴就好 蝎子你混蛋 感动老子的女人 你一点江湖规矩都不讲 不是你说的吗 赢了就是规矩 而且你的女人是自愿跟我的 性高的我们一刀两断了 如今你老弱无力 我在你身边 不过是一个花瓶 这没什么意思 高总骂了一声 之后 我们把高总带回园区 关进了小黑屋 求你们别嘎我 我就是一时冲动 真知道错了 蝎子你还得到了我的女人 此事就这么算了吧 愿有头债有主 十三这是你的事 你自己看着办 是蝎子主管 十三咱们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西港的水很深 你没必要把事做绝了 你在威胁我 我可不敢威胁你十三哥 可蝎子好歹手底下一群人 你有什么 不过是狐假虎威霸 言外之意很明显 高总怕的人是蝎子 而他根本不拒我 甚至有些看低我的味道 一旁的蝎子也是催促道 十三他对着你叫嚣 难道你就这样跟他讲道理 十三哥我来 大牛又要动手 我抬手将他制止 你退下我来 十三哥你 十三要打人喽 这样我就不困了 大牛过来这人欣赏 刚心血溅到身上 十三你别乱来 园曲可不会管四人之间的矛盾 就凭你威胁我有用吗 你先欺负我 那出了事就怨不得我 我声音一鸣 上去就对高总跟孩子 咬着牙用力的打 这画面还震惊到了大牛 就这还是十三哥 打起人来好风 他骨子里就是个疯狂的人 只不过一直想干干净净的 可来了圆曲手上不想沾血 怎么可能 那个高总快隔屁了 卧槽光顾着看戏了 快点拉开他还不能噶 十三哥别打了 快出人命了 你别拦着 还敢威胁我 今天就要他的命 我当时打疯了 什么都顾不上 最后还是蝎子和大牛将我拉开 高总则是哭了 现在的小年轻下手 也没个轻重的 这是要我的命啊 我要见倩姐 见阎王去吧 倩姐是你说见就见的 老高别说我不帮你 由于你点水 给我们园区造成了一定损失 这笔费用的你来出 我出我出 只要你们放了我就行 让你的人把马内送过来 等我确定数额自然会放你 好打电话 高总被打怕了 爽快答应下来 可还不等高总打出电话 倩姐便来到了小黑屋 倩姐救我 你们的人乱来 看把我打成什么样子 金水安保部的过来要人了 你们带上人跟我走 动作这么快 我先过去应付 你们把他收拾一下 然后带来门口 好很快就过来 我们的简单交流 让高总陷入了沉默 因为这不难看出 倩姐是知道实行的 随后我们带上高总往外走 路上蝎子主管提醒我 十三待会你要留意金水的安保头子 那人叫五蜂子 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蜂子 什么事都敢干 哦 蝎子主管告知 不过干人去安保的 好像都挺疯 没办法不疯干不下去 都是行事所逼 蝎子也是十分苦恼 接着我们带高总来到门外 听到了五蜂子的叫嚣声 简直是狂的没边 你们抓我们园区的人不合规矩 献你们在三分钟内交人 不然我就带人打进去了 哼 你敢 当真不想活了 哼 我来就没想过活着回去 你能黄了的规模很大 可我们金水也不小 你的人就这样一声不吭地把高总带走 那我跟谁要置业废去 五蜂子步步紧逼 好似什么都不怕 像倩姐这类智将有些震不住 还得蝎子出马 楚蜂子你闹够没有 在我们园区门口容不得你撒野 蝎子抓人的就有你一个吧 没错我带队过去的 你是要闻斗还是武斗 蝎子还会主动扛来 真是好队友 但我应该也不会全身而退 几天不见长本事了 就你还敢提武斗 看你有多方 别人怕你武方子 老子可不怕 蝎子先动了手 我看到这个场景 当然是拔枪要干过去 却被倩姐阻止 十三别冲动 这就是他们说的武斗 在双方实力差距不大 又不想大规模冲突时 都会采用这种办法化解 有时是单挑 有时是各派出一人自残看谁狠 反正花样杂多 看双方怎么约定 长见识了 还能这么玩呢 用力啊没吃饭吗 跟个娘们一样磨磨叽叽的 武丰子和蝎子护山 两人的爆发力都不行 打出的耳光很响 半小时后蝎子 主管扮下阵来 蝎子主管你没事吧 哎腿软了 都是白天那是害的 否则我不会如此不堪 蝎子你老了 还以为自己是以前西港的很绝 滚回去养老吧 山不赚水赚少得意 欠劫我 放人 欠劫也不是输不起的人 随后大牛放掉高总 多谢五兄弟前来搭救 回去后高某定有后谢 滚开别妨碍我办事 你就是十三把 整件事都是你惹起来的 说吧此时该怎么了 拒接上级 我们抓住高总一顿收拾 我也算是报了仇 可对方园区的安保人员来要人 还盯上了我 你问我怎么了 高总损害到我们园区的利益 我们收拾他一顿 这很合理啊 做人得讲道理不是 讲道理 我的拳头就是道理 看清楚这是西港 那你想如何 我知道眼前的人是个疯子 所以手里的枪紧紧攥着 但凡有点风吹草动 必然开枪干掉它 可五疯子没把我放在眼里 不不这个问题该你回答 还有别以为拿着把破枪我就怕你 要我回答也行 让兴高的赔偿我损失 小子你有点不上道 我给你机会了 是你不中用 还拿着把枪跟我谈判 让我教教你怎么用枪 别动 我见到五疯子 拿出枪 我断扣动扳机 打偏了一发子弹 经得现场鸦雀无声 连倩姐也是出声提醒 十三你别乱来 谈判可不能动法器 小子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引发两个圆区冲突 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 你不给我活路 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临走我也要拉个电背的 怕不是脑子不正常 早说在骨子里透着疯狂 只要逼一下 就会成为西港的狠倦 其实我心里很害怕 握枪的手一直在抖 若不是五疯子 有拔枪的动作 我铁定不会先开枪 蝎子则在一旁助攻 十三你手别他娘的抖 很容易走火的 蝎子主管放心我有分寸 应该不会走火 倩姐你们园区什么意思 这是要开战吗 人我们已经交了 这应该算是私人恩怨 另外西港疯子多的是 可不止你一个你说是吧 好很好 小子敢不敢跟我玩一把 若我赢你任我处置 要是我赢了 你打断自己一条胳膊 并让高总赔偿我十倍损失 一言没定 我算是看出来了 由于我们抓了高总 负责金水安保的五蜂子 折了面子 他要找回场子 而在场又有知名度又软的柿子 就是我 你想怎么玩 规矩由你来定 免得说我欺负你 我要跟你玩命 今天我跟你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 以为这样就能唬住我 告诉你没用的 突然被你说的热血沸腾了 来吧说你的游戏 我拿出一把左轮 目光冰冷地盯着五蜂子 这把左轮里面有五颗子弹 扣动扳机只有六分之一的机会能活 你先来呗 跟我耍滑头是不是 轮盘不是这么玩的 就你这种玩法 谁先来谁吃亏 怂了 你不是挺疯的 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 我是疯蛋我不傻 好那我先来 反正都输了完命 我举起手中的枪 左轮对着自己 手枪对着五蜂子 要是我没事 那我会毫不犹豫打爆你的头 十三没必要闹这么大 还可以谈的 我不想谈 在码头欺负我点我的水 还敢跑来找我要说法 来啊 我的命就在这 给你 我彻底豁出去了 可手才微动 便被五蜂子叫停 听你怎么不早说 兴高的做过这些混账事 你该说出来的 点水连我都看不下去 这是确实是我做的不地道 不 闭嘴 你在我们园区开公司 我们庇护你的安全 但不意味着你可以为所欲为 是是我做的不地道 还不道歉 十三哥对不起 我保证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至于你的损失 明天差人送过来 还有你答应的那笔马内 明白一个子都不会少 那我没问题了 山不转水转我们走 五蜂子 找个台阶给自己下 随后带人离开 而我握枪的手 不知何时开始居然不抖了 心中也是出奇的平静 刚才五蜂子 要是敢有其他动作 我会毫不犹豫地开火 十三你把人得罪死了 往后麻烦不少 我知道 他们要是再敢欺负我 我会把他们全部崩掉 哈哈哈哈 好 这才是我想看到的十三 你心有猛虎就该放出来 老是憋着干嘛 对在这种地方单靠脑子 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疯我就比他们更疯 他们恨我就比他们更狠 我说出这话的时候 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却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之后全部人散去 飞哥姗姗来迟 十三你虎啊 疯起来连命都不要的 万一五蜂子不信你六分之一的几率 你大概绿梁了 让飞哥担心了 但我有百分百的把握能赢 你小子真鸡贼 看来你一直保持清醒 那左轮里没有子弹 对 所以我不会让五蜂子扣动单击 我打算扣动左轮后 便用另一把法器结果五蜂子 可他最后耸了 保住自己一命 真有你小子的 有勇有谋不错 但你以后就要注意了 要是没重要的事 少去外面晃悠 那五蜂子真的很蜂 知道了飞哥 此次我只是抓住了一句俗话 凶的怕狠的 狠的怕疯的 疯的怕不要命的 而经过这一次的事 我彻底发生了蜕变 之后 我去小麦部找到叔叔 跟他聊了不少 以此来舒缓心中压力 生活就这样平静的过去几天 高总一直没送马内过来 我也不指望要 这天扎哥喊我去办公室 十三座 叫你过来主要有两件事 你以后专心抵训新人就好 至于进度报表 我会让刺猬头去做 谢扎哥关照 那第二件事呢 我这边有点事走不开 你带新人去老万呢 拿设备 小事我马上去办 随后 我带人去到仓库拿设备 没见老万叔 便找到了他的宿舍 却见阿丽从里面走出 我瞬间拉下脸 你来干什么 我来做什么 还需要跟你汇报吗 当然不用跟我汇报 可你来了园区跟了蝎子 还是安分些的好 你也知道我是蝎子的人 就别多事 我只说一遍 往后别来找老万叔 否则我把你埋了 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果断威胁阿丽 就这种事来说 很容易引起蝎子 和老万叔的矛盾 而老万叔也从房间走出来 直接阿丽哭得梨花待雨 万哥哥他打我 你可要为我做主 好好不哭了 十三你这是做什么 女人是用来宠的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人家脸疼 心甘我帮你吹声 万叔你不知道他是谁的人吗 蝎子可不是善叉 我无奈提醒到 谁让他是叔叔的亲叔 之前又帮过我 可老万叔惊虫上脑 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 蝎子又怎么样 阿丽是自愿跟我的 他凭什么阻止 蝎子每天都打我 你也带我 人家可疼了 万哥哥你可要保护我 放心过两天 我去跟蝎子调名 以后你就来我这里住 论关系 我跟老板亲近多了 不是蝎子能比的 这就是当局者迷茫 老万叔都被利用了 还乐呵呵的傻笑 我头疼不已 越发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 认为蝎子捡了个祸害回来 而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万一被蝎子撞见 他那暴脾气 估计会崩了老万叔 于是我拔出法器 我只数三生 你赶紧滚蛋 三 十三你发什么神经 快把法器放下 有没有把我这个当叔的放眼里 二 我举着法器不为所动 没有理会老万叔 下定决心要赶走这个女人 拒接上级 我成功用计下抛五疯子 扎哥叫我找万叔拿设备 被我撞见阿丽 从万叔房间出来 于是我要给阿丽离开 十三给你脸了是不 别以为我不会收拾你 那你收拾我好了 我走 真是晦气 万哥给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找你 不等我数出最后一个数 阿丽选择离开 但临走时 不忘对老万叔抛灭眼 只见老万叔魂都被勾走了 万叔人都走了 还看呢 不过是一只破鞋而已 也能把你迷得神魂颠倒 去去好事都被你搅和了 老子看到你就烦 我一把年纪找个愿意跟着我的女人 这容易吗 完了中毒太深 阿丽以前是高总的女人 后被蝎子带进了园区 自愿跟蝎子进来的 就阿丽跟你说的那些话 我估计他跟蝎子也是这么说的 你不懂 我跟蝎子不一样 得算我白说 都说当局者迷 可你这也迷得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 若是换个人 我也懒得管闲事 可眼前的人是老万叔 真不想看到他越陷越深 我只得耐下性子说的 万叔钱包的是你没忘记吧 要引以为戒 大家都是难让我知道你有需求 这样我去找艾丽娜 给万叔半张包月卡 你随时都能去 我跟你说不清 你是过来拿设备的吧 这是仓库钥匙自己去拿 拿了多少登记清楚 老万叔把钥匙丢桌上 对我十分不耐烦 而在这时 蝎子的声音在楼下响起 万胖子你给我滚下来 今天的事必须给我说清楚 万叔你看到了 蝎子过来也好 有些是迟早要说清楚的 唬得有些过头了 还是我陪你一起去吧 麻烦来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老万叔 那蝎子可是个愣种 真发起风来什么都敢干 随后 万胖子阿里刚才是不是去了你宿舍 你不知道她是我的女人吗 蝎子主管你别激动 大家都是一个园区的人 咱们有话好好说 十三者不关你的事 你最好少管 他说被你打伤了 去找我拿药有什么问题吗 少跟我胡扯 好就算是拿药 也应该去仓库 怎么拿到你宿舍里去了 金贵的药我当然放在宿舍里 老万叔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我看到这场景也是稍微放心些 就怕他跟蝎子硬刚 引发不可调和的矛盾 可蝎子不打算就此罢休 把人带上来 不要求你别打我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就是去找万主管拿个药 这是串通好的吗 若非我装剑差点就信了 但阿里这个女人不简单 以后得提防 蝎子你把她打成这样 下手也太狠了 万胖子你心疼了 还敢说你们没有一腿 当真以为我不敢收拾你 蝎子越说越激动 甚至拔出了手枪 我看到这画面惊了 也准备掏枪 不管怎么说 我肯定只会站在老万叔这边 可老万叔却提醒我 别乱动没事的 蝎子这里是园区 你真要对自己人下手 两位主管都冷静点 园区最不缺的就是人 若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 传出去让人笑话 十三你是要站万胖子那边吗 大家一个园区的 根本不存在站边 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起矛盾 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惹起来的 要不把她送去红浪漫 你敢 她是我的私人财产 我隐隐觉得阿里是个祸害 真想把她送走 奈何蝎子不同意 而这边两个主管闹起来 更是惊动了欠姐 你们在吵什么 两个主管吵架像什么样子 也不怕人笑话 蝎子你怎么还掏枪了 刚才出了点意外 手滑了 欠姐也就随便争论几句 一点小事而已 十三你说 欠姐又把难题抛给我 可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你能熟练应付 我也不太清楚 我带人过来拿设备 结果看到两位主管争吵 便出言劝说 不管什么事都别再吵了 若有大的矛盾来找我 我帮你们化解 十三给我去拿设备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否则我让整个园区开你火车 是我以后就待在你住处 哪里都不去 只要你听话 我亏待不了你 幸好欠姐出现 否则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 不过看老万叔的样子 他好像很不服气 我自然是好一顿劝说 接着我让人拿上设备 回了工作大厅 可我刚坐下没工作多久 猛仔的电话就打来了 猛仔啥事 伤好了要请我吃顿饭吗 吃饭是小 别说一顿请你十顿都行 今天打给你是有更要紧的事 泡王的事 不你的事 如今你在西港的处境很危险 我听到这话心里咯噔一下 因为我清楚猛仔从不开玩笑 所言必然是真的 值得询问道 谁要动我 黑曼八 那可是调毒舍 自从毒眼嘎了之后 他便接受 那群人为了马内什么都能做出来 黑曼八要对付我是因为哪件事 背后有人指使吗 不清楚我刚收到风声 就打给你了 难搞 除了黑曼八 还有高总五疯子对我虎视眈眈 我现在仇家不少 有仇家是好事 你看哪个大佬没有一堆仇家 不过要是没什么大事 还是别出去溜达 待在园区安全 总不能一辈子待在园区 那不成坐牢了 你有空吗 我过去找你 有空你随时都可以过来 听到猛仔的描述 我心中已经有了计划 别人要动我 肯定不能坐以待毙 反正事情早晚要解决 我决定主动出击 之后我跟扎哥打个招呼 下楼准备出园区 却见到飞哥 飞哥你这么有空 还下来溜达 还不是因为你的事 你这个点要出去 应该是知道了 黑满巴他要你的命 飞哥还知道多少 是有人拿马内给黑满巴 所以他才要你的命 高总五疯子还是炮王 我打电话问过神油店老板 那老小子不肯说 证明对方的势力不弱 你只能从黑满巴嘴里问出消息 我也是这样想的 既然黑满巴想要我的命 我只能先对付他 否则一把刀成天悬在头顶 睡都睡不安稳 我说出心中所想 经过上次五疯子的事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想在西岗混得好 遇到潜在威胁 肯定要主动排除 而飞哥思索片刻后 对我问道 这次的是不简单 需要我跟你一起去吗 飞哥我能搞定 一个黑满巴而已 说白了就是个混混头子 况且背后又没什么靠山 注意安全 实在不行打给刀队长 事后驸马内就行 飞哥我知道了 我态度坚定 飞哥没有再劝说 接着我驱车离开园区 去找到门仔 他一准备好一面包车人 可以呀 人都准备好了 但你的伤 基本痊愈了不碍事的 出去动一动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对康复有帮助 说的也有道理 你知道黑满巴在哪吗 具体不清楚 我只负责出人 动脑子的是还得13颗来 我问一下 我一通电话 打给神优店老板 对方卖给我两条消息 一是黑满巴现在的位置 二是黑满巴今晚有交易 可我们的人手不够 于是我决定先观察 萌仔他们都带家伙了吗 带了后备箱 还有两把大的 铁定出不了乱子 我们先去黑满巴台求偿 随后我们驱车来到目的地 我们直接带人打进去吗 再把黑满巴抓出来 这是人家的地盘 先看看 我们从白天盯到傍晚 盯得萌仔都睡着了 这时我终于看到 黑满巴从台求室内走出 应该是要去做交易 萌仔人出来了 开车跟上去 拒接上集 我接到萌仔的电话 得知黑满巴要动我 于是我先他一步动手 带上萌仔前去跟踪 一路来到海边 怎么感觉周围有些熟悉 这是炮王的地盘 那边就是他的破码头 不熟悉才怪 那待会行动得小心些 等一下看有没有机会出手 若是不方便动黑满巴 就得火速撤离 是萌仔跟炮王处于停战期 不招惹他最好 我和萌仔简单商量 军不相惹太多的麻烦出来 况且我们的目标是黑满巴 只是他身边还跟着马仔 属实不好下手 随后又一个男人出现在我视野中 我没见过 但萌仔一眼认出对方 是他 专门做军火生意的 只要有马内 便能买到各种枪支弹药 要对我下手 所以提前来买武器 若我今天不过来 可能他明天就得去园区门口读我 十三要动手吗 他们人数不是太多 我们听一下应该能打得过 换个地方就直接打过去了 可此处是炮王的地盘 万一惊中了那个老东西 挺麻烦的 等他们交易完 回去的路上再动手吗 交易 我有法子了 待会你一定要盯着黑满巴 我坏笑着说道 拿出备用的手机 一通电话打给刀队长 告知他这边有人做军火交易 而且规模巨大 然后不等他多问直接挂断 妥的看他们偷偷摸摸的样子 肯定没给过刀队长马内 他很快会派附近巡逻的宪兵过来 等宪兵一到他们就会分开跑 到时黑满巴身边没人 正好下手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所以要盯好黑满巴往哪跑 我们才好去躲 我刚说完 王仔便拿出望远镜观察 生怕出了纰漏 没过几分钟黑满巴还在验货 但是宪兵已经赶到 你们做什么 双手抱头端在地上 我丢 炮王的地盘怎么会有宪兵 拿上货分开走 站住不然我们开枪了 十三高 黑满巴往那边跑了 我们过去随便赌 萌仔把望远镜拿给我 启动车子追过去 我则用望远镜观察 给萌仔指路 没追出多远黑满巴 便出现在车子前方 他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还抬手想拦辆顺风车 萌仔却是减速 但没把车踩停 十三做好了 你优着点这人我要活的 还得从他嘴里问出背后的人 放心我有分寸 又不是第一次了 萌仔打包票道 接着车子 将黑满巴撞倒在地 他起身后骂骂咧咧的 你大爷的会不会开车 驾照是拿香肠换的吧 驾照是什么东西 我没见过 黑满巴 你不是要弄我吗 我松上门来了 十三是你 哪刚才的宪兵 当然是我打电话找来的 这叫驱虎吞狼 请不惊喜 我惊喜你全家 上次坏我的好事 还没找你算账 现在又来害我 以前还嘎了我老大 当真以为我好欺负 黑满巴也不是擅茶 说话不过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右手已拔出了枪 我果断射击想打到他手里的枪 结果打到他脚上 幸好萌仔出手又快又准 打中他的手臂 混蛋 我们之间的是没完 狠话就不用说了 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为什么来找你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来人绑起来带走 萌仔朝身后的马仔吩咐 两马仔上前将黑满巴绑好压上车 此次行动还算比较顺利 可不等我们上车 炮王带人出现了 大晚上不睡觉 好来着闹腾什么呢 炮爷我们年轻人精力旺盛 晚上有时候会睡不着 所以出来吹吹海风 海风吹高兴了 所以开两枪庆祝一下 是吗 我们没那么无聊 是有人挑衅动手 所以我才开的枪 呗你接着呗 总是跑来我的地盘闹事 你怎么个意思 炮王压根不相信 我打量他身后的人 人数还不少 真打起来吃亏的会是我们 炮爷瞧你这话说的 我们在外面混谁还没点小秘密 有些是真不方便说 不是真想骗您 另外这好像已经出了您的地盘 不是我的地盘 难道我就不能管吗 能管能管 炮爷高兴就好 刚才我那边出现了几个宪兵 是不是你引过去的 宪兵不知道啊 我们一直在这边 我装傻冲愣自然不可能认 这狠也得分时候 有些不必要的麻烦 能不招惹最好 而炮王没继续追问 聊起了其他事 据传闻五疯子在你手上吃瘪了 没办法 谁让我是西港的最低层 为了生存 只能赌上性命 我们本就什么都没有 真被逼到绝境 也什么都敢干 真够疯的我还是看左眼了 你这种人不适合在园区 跟着我混才能展露你的价值 想好了可以打给我 你知道我电话的 多谢炮爷赏识 可正常情况下 我还是想过平淡点的生活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关办 这次炮王没为难我 一是他跟老肖的协议 二是我跟五疯子那档子时 让部分人对我有了忌惮 生怕我疯起来命都不要 会跟他们同归于尽 之后我们把黑曼巴 带到一处地下室 我对他进行了盘问 说吧 谁让你动我的 我跟你没什么生死大仇 讲出来可以少受些罪 上次盲灰的事 我都快把肉吃进嘴里了 结果被你和那个臭女人搅黄 难道不该对付你 随挺硬维护雇主身份 看不出来还讲职业道德 你就是签收拾 十三不用你动手 你们两个搞定他 实在不行就用药水 我现在出去吹风 回来要听到想要的 蒙仔满脸严肃地叮嘱 来到房间外 我听到黑曼巴杀猪般的惨叫 有他好受的 蒙仔却在这时问道 刚才炮王拉拢你 我真怕你跑过去 那样我们会变成敌人 我又不是两面三刀的小人 不会轻易改变立场的 而且对飞哥不利的事 我万万不会做 上次你救我一命 矫情的话我就不说了 往后有需要的地方 你尽管开口 在这种地方独目难治 想要更好地生存下去 就得相互帮助扶持 尤其像我们有些事 就得自己做 不能什么事都麻烦飞哥他们 是有一说一 你的脑子是真的好用 如今又有了一股子痕迹 我很看好你 我们聊高兴了 旺季里面还有个黑曼巴 直到惨叫声停下 我和蒙仔才走进去 别打了 我也是为了混口饭吃 同样的话我不想重复问 你想好了就说 哪怕你嘎了 我也能找到其他突破口 是高总 他答应给我很多马内 让我把你沉海 高总不应该啊 就高总那点分量 神油店老板应该惹得起 却不肯跟飞哥说 女人被抢都不敢坑伤 他敢来对付我 我听高总说了一些东西 他说你这次完蛋了 因为金水园区在背后支持他 五疯子力挺他 这就说得通了 看来高总被我们绑进园区 金水的人一直怀恨在心 感觉丢了面子 想拿我的命 来重塑他们的声望 往后才好招商影子 我脑子很乱 没想到事情会这般严重 原以为只是对付高总 谁知要面对一个园区 这下麻烦大了 连蒙仔也知晓其中的厉害关系 十三若高总背后有金水支持 警告我们两个怕是搞不定 若宵爷出马或许能缓和一下 我又不是要跟金水开战 只要对付高总就好 金水没公开对付我 说明他们顾忌黄啊 黑漫八高总在呢 说 应该在园区待着 自从上次的时候 他胆子很小极少出来走动 打电话约他出来 就说我被你抓了 让他带着尾款过来看 你记住一点 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是是 我打算顾忌重施 因为打进金水男人不现实 还是只能引蛇出洞 可高总刚吃过一次亏没几天 我也不确定他会不会再上当 拒接上级我们浪费一番手脚 逮住黑漫八 也问出了背后主食者 我打算顾忌重施 你的手机 该怎么做应该不用我再强调了 敢有小动作 我肯定打爆你的头 我这就打给高总 一定能把他引过来 随后黑漫八快速播出电话 手机里很快传来高总的声音 黑漫八你找我什么事 之前不是说了 尽量少跟我联系 免得打草惊蛇 高总天大的好消息 我这边已经抓住十三了 哈哈好 一个兔崽子也敢对付我 总算是灾了 你看人我已经抓住了 什么时候你过来拿人 顺便把尾款结一下 我暂时有事走不开 这样你带十三的脑袋来圆区 自会把尾款结给你 太麻烦了 不如你过来一趟方便 我还有事挂了 高总说完挂断电话 没有半点商量的意思 看来上次的 是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不小 连圆区都不敢出 这让黑漫八脸色不大好 十三哥刚才的对话 你也听到了 我说的没什么问题 可是高总不出来 这可不能怨我 看样子你被吓破了胆 可他不出来 事情会很难办 是挺麻烦 高总缩在金水圆区内 我没有打不进去 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是得想办法让高总出来 否则他活着一天 依旧会在故人嘎我 想想就偷疼 我这次下了决心 不嘎掉高总事不罢休 接着我跟猛仔 讨论过不少方案 却始终找不到好的 只见猛仔盯着黑漫八询问 未有办法赶紧说 你的事还没聊 我知道的都说了 看在我积极配合 又没给你们造成损失的份上 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废话真等到你行动 十三的命就没了 想不出来改天再说吧 有些事迹不来的 黑漫八就先关在这 等把高总的事摆平了 再过来处理他 也好那我打断他两条腿 再看人盯着 肯定出不了乱子 随后我跟猛仔分别 我回了园区 可高总依旧是我的心病 他一日不除我心难安 于是我去找倩姐求援 十三都这个点了 你来找我做什么 倩姐精水那边的人不老实 他们暗中支持高总 想用高总来对付我 这不是跟我们园区宣战吗 你有证据 倩姐脑子转得贼快 不会轻易被我忽悠到 而面对她的质问 我拿出黑漫八的录音笔 倩姐听完笑了 就这个 可算不得证据 我没法直接出手帮你 你也知道 不能随便引发 两个园区间的争斗 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 倩姐我为园区做事 才引来的麻烦 你们不能不管我呀 再说精水想动我 还不是想打我们园区的脸 你说的我都知道 但他们没明着来 我也不好明面上支持你 这样我暗地里 给你提供些帮助 回去吧 多谢倩姐 我也不好多说 但我感觉倩姐在忽悠我 因为她没承诺具体的帮助 我实在搞不定 还是去找了飞哥 看你的样子 难道事情没搞定 我搞定了黑漫八 但她背后的雇主是高总 而高总好像获得了精水的支持 他们想除掉我 事情这么复杂 对付精水园区肯定不现实 你只能除掉高总 嘎嘞给猴看 让他们知道你不是好惹的 飞哥这个道理我知道 可高总归缩在园区内 都不知道该如何对付他 你可以去问问阿丽 他跟高总的时间不短 应该有你想要的信息 嗯 阿丽 我听到这个名字就头疼 刚威胁过他 如今又要去请他帮忙 真不好开口 可此事关乎我的小命 隔天一早 我还是找过去了 蝎子主管有些关于高总的事 我想跟阿丽聊聊 聊吧 倩姐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 但聊归聊 千万别学万胖子 多谢蝎子主管 我十三的人品 你还是能相信的 蝎子叮嘱一句就离开了 留下我跟阿丽 只见阿丽对我露出妩媚的笑容 搞得我有些尴尬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开口 还是阿丽打破僵局 怎么你又想来吓唬我 还是打算把我埋了 说笑了我有点事想问你 是关于高总的 原来是有事求我 就你昨天的态度 我可不会帮你 难搞头都大了 他又是蝎子的人 没法拉去小黑屋收拾一顿 跟个木头一样站着 道个歉不会吗 对不起 我道歉很干脆 连阿丽都愣住了 随后他笑着改口 算了往后都在一个园区 我没必要跟你这个青年才俊杰筹筹 关于高总的全部信息 都可以告诉你 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不要太过分就行 往后在园区 我的事你别管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好我答应了 我急着对付高总 也只能应下他的要求 谁让我有求于人 阿丽缓缓讲述 老高这个人 你别看他平时要五鹤六挡 其实内心胆小得很 他最怕的人是五疯子 所以你看到蝎子主管 适合当考山 就顺势换了一个 我知道的信息 就这点对你有用 行了别忘记你答应我的事 阿丽下逐课令 我便失去的离开 怎么也没想到 对付高总的突破口 是五疯子 可这个人更难缠 之后我回工作大厅 想了好久 终于有了些眉目 而猛仔的电话 在这时打过来 猛仔又有什么事了 刚才高总打给黑曼八 让他提着你的脑袋 明天去园区 要是我们今晚不动手 等明天事情就得败路 一旦打草惊蛇 想对付高总会更难 是得加快节奏 你跟我疯子有交情吗 有我们都是替别人 跑腿玩命的人 还是有些私交的 难道你要对付五疯子 我知道自己的精良 不会做那种蠢事 想让你把他约出来而已 请五疯子是九约出来不难 这件事就交给我了 猛仔没多问 我的计划悄然展开 但实施起来还是有风险 随后我跟扎哥打个招呼 带着大牛离开园区 由于倩姐提前说过 扎哥没有多说 这就算倩姐对我的暗中帮助了 等出园区 我跟猛仔碰了下头 十三我约到五疯子了 你的计划是什么 待会你想办法拿到五疯子的手机 发消息或打电话约高总出来 我和大牛带着你的人 去金水园区附近 一旦看到高总出园区 便跟着他到屁镜处 再将他干掉 妙啊好计策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 高总在五疯子面前 怂得跟条狗一样 接到五疯子的电话肯定会出来 计划的关键还是在你 若没法约出高总 所有的计划都将跑堂 我会变得更被动 放心就五疯子那点酒量 我随便把它灌翻 肯定出不了岔子 猛仔说得很肯定 接着我们分头行动 我驱车带人来到金水园区附近 手拿望远镜坐在车上观察 十三哥你都看一个多小时了 累的话换我来吧 不用还是我自己来 此次的是非同小可 你待会开好车就行 你看起来很紧张 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 我想了很多 但只有这一次机会 要是拿不下高总 将面对他疯狂的反扑 到时我可能在未来好多年 都没法离开园区 否则会被干掉 十三哥你不会有事的 实在不行的话 我抱着炸药冲进进水 跟高总同归于尽 别瞎说还没到那一步 我说的只是最坏的结果 打起精神目标出来了 我眼前一辆 看见一辆车驶出园区 上面坐着的人正是高总 顿时来了精神 我心中大喜被大牛吩咐道 大牛跟上去 千万别跟丢了 怕跑不了的 大牛启动车子跟上去 我们后面还有一辆车 坐的是猛仔的人 很快车子开到人较少的路段 大牛发话了 十三哥你抓好了 我来解决高总 替你扫清威胁 这阶上级 我用鸡片高总出园区 可在跟踪高总的过程中 大牛又发疯了 大牛你要干什么 十三哥抓好扶好 能在这等地狱般的地方遇见你 我感到很高兴 为你别乱来 真没那个必要 我们赶时间 拼一下能增加成功率 大牛一脚由门到尾 朝着高总的车撞 将车撞得翻倒在地 在撞击的瞬间 我只觉得脑袋嗡嗡的响 接着我和大牛走下车 后面车上猛仔的马仔看到情况 也是拿着武器下车 十三哥你没事吧 没事你们先去拿人 一定要抓到高总 我们上 大牛你怎么样了 十三哥我没事 感觉头有些晕乎乎的 应该是有点轻微脑震动 还知道脑震动应该问题不大 你大爷的 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乱来 怎么就听不进去 我保证是最后一次 天十三哥说的那么严重 也是担心高总逃了 我也担心大牛的情况 他处处为我考虑 没有理由责骂他 可在这时一个马仔突然大喊 十三哥车里只有隔屁的司机 高总不在车内 命还挺大这都嘎不掉 能看出往哪边跑的吗 地上有血迹 应该是往那边跑掉的 他受了伤跑不了多快 卧槽 金水远区方向 来两个人把车开走 其余人跟我追 我吩咐完后带人去追击高总 由于地上有血迹 追踪起来很轻松 才几分钟时间 我们便看到一瘸一拐的高总 而高总察觉到动静 转身朝我们开枪 救命了有人要嘎我 开火我不需要活口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回到金水 十三哥交给我吧 这件事我一定给你搬漂亮了 喂回来 也不是这么个忙法 大牛开着枪就冲上去了 连掩体都不要 我看到兄弟为了我冲在前面 自然提着枪跟上去 其余马仔也是跟着我一起开火 高总瞬间吃了好多花生米 重重倒在地上 也不知道是谁打中的 救救我 求求你们送我去医院 我保险箱里有很多马内 都给你 你在讲笑话吗 我们是来嘎你的 又怎么会救你 十十三真的是误会 我也是被逼的 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冤 你好歹也是个老板 谁敢比你做不想做的事 金水跟黄勒不一样 我们园区里有好多家公司 我就是个屁 是五疯子上次的 是他觉得折了面子 可爱于两个园区间的限制 又不好直接对你下手 才让我去找的黑曼巴 你要报仇去找他 五疯子 他后面又有金水园区支持 我好冷 好冷 救我 高总哼哼几声没了动静 我目的也算达到了 随后 我让几个马仔处理掉后续 接着我打给猛仔 猛仔我们这边很顺利 你那边什么个情况 我疯子被我灌醉了 我随便开了间房让他休息 不到明天早上他是不会醒的 那你用过他的手机 我已经把记录全部抹除 放心你以为破案呢 查不了太多东西出来的 那就好先回去陛下风头 其余试过两天再说 你先回吧 我得去处理掉黑曼巴 那小子留着是个祸害 猛仔说得很简单 对于他来说 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随后 我跟大牛回了园区 我让大牛回宿舍 自己则去见了倩姐 十三怎么满头是汗 我把高总做掉了 什么这么快 你是远处开枪还是 不对啊 他一直躲在津水园区 你到底怎么做到的 事情是这样的 倩姐很震惊 我则慢慢讲述 把故事讲得很精彩 等倩姐听完 却是越发的震惊 你胆子是真的大 连这种险都感冒 万一出点差错 你会万劫不复的 我也是没办法了 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 再不做点什么 必然粉身碎骨 有魄力不愧 是老板看中的人 我最后再确定一遍 真把高总处理干净了吗 那些人都是专业的 肯定没问题 高总甘愿沦为棋子 就该想到会有今天的下场 你下去休息吧 我还有件事 指使高总的人是五疯子 他怕是还会对我下手 倩姐之前说过我会召我的 你不要偷换概念 我只承诺过暗中帮助你 这同行如敌国 若是五疯子嘎了 我也很乐意看到 需要什么帮助直接说 让我对付五疯子 那还是算了吧 按照金水那边的情况 高总不算他们园区的人 可五疯子却是园区骨干 我动他就是邪命长 不到性理攸关的时候 肯定不能对我疯子下手 机会给你了 是你自己不珍惜 倩姐的话说得我很难受 好似利用完我 然后再一脚踹开 我对付高总算是丝绸没错 可说到底还不是 两个园区间的争斗 那我以后就不出园区了 否则容易被干掉 你也不用害怕 等几天后风头过了 我会跟金水和谈 到时候你就没事了 毕竟他们没证据不是 多谢倩姐 我心情好了不少 倩姐这一惊一乍的 属时有些吓人 之后我回宿舍休息 期间飞哥打来电话询问 我只是告诉他一切顺利 不想他也陷进来 可隔天刚吃完早餐 四味头火急火燎的跑来找我 十三哥倩姐让你去会议厅 嗯 去干嘛 我也不知道 我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来到会议厅却见到了五疯子 怎么个情况 十三你把老高弄拿去了 我怎么知道 他是你们园区的人 你来问我那我问谁去 哼 在我面前还敢装散 今天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这是我们的会议厅 你给我安分点 让你进来园区已经很给面子了 倩姐一句话 压住五疯子 看五疯子的样子 也就进园区时被搅了武器 否则早就掏出来干我了 对不起倩姐 老高失踪了 我的情绪有点激动 哼 你不是要对质吗 有什么话赶紧问 大家都很忙得没时间号 十三你尽量配合一下 倩姐发话我一定照做 我问你昨天下午去了呢 园区太闷 我带着大牛去了红浪漫放松 你可以去问艾丽娜 可据我所知 你带人去嘎了高总 高总嘎了什么时候的事 他答应我的马内还没给呢 就不能玩几天嘎 我问是不是你做的 不是 我园区一见盘侠 没那个能力啊 你怎么会怀疑到我身上 我就一个劲扯皮 肯定不会承认 都说活要见人嘎要见试 可这都毁尸灭迹了 五疯子没有任何证据 就奈何不了我 而他问不到想要的东西 又急眼了 十三你少跟我耍花头 你连和猛仔做了老高 是与不是 冤枉啊 真不是我做的 你口口声声说是我所为 那我的动机呢 老高顾黑曼八除掉你 如今两人都不见了 还有这种事 你怎么知道的 你别管反正有人告诉我 现在说老高的事 我们就这样吵了一个小时 没有任何结果 最后脾气暴躁的五疯子 没了耐心 十三你给我挡着 除非你一辈子不出园区 否则有你好受的 我是个小人物 只想努力的活着 谁想要我的命 我就干到谁 最后我再说一遍 高总的事跟我没关系 吴主管你这样威胁 我的人不合适吧 若你明面上来 两个园区肯定开战 你不妨去问问凯旋城 被我们打成什么鸟样了 哼 这件事没完 有证据随时来拿人 就凭你这句威胁的话 往后十三少一根头发 都要算你头上 据接上级 我成功处理掉高总 可第二天五疯子 便找到园区 凶得像要咬我一样 倩姐你威胁我没用 再说我只是善意的提醒 万一十三在外面被人敲闷棍 就真的不好了 哼 我敢也要拉着你们园区陪葬 别以为我开玩笑 真玩其名来谁怕谁 够了越说越离谱 五疯子马上离开我们园区 倩姐生气了 因为我说的话没头没脑的 而五疯子见倩姐发火 也只能乖乖离开 我才意识到把话说太过了 倩姐我刚才 不用多说我懂 你的事因园区而起 我会尽量帮你摆平 但直接威胁一个园区的话 以后别再说了 知道了倩姐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好了出去做事吧 倩姐没有责怪我 让我十分诧异 我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 以他只占便宜不惹麻烦的性子 不应该如此卖力帮我 等我走出会议室 老肖的电话打过来 十三你们这次捅的娄子有些大 幸好尾巴处理得干净 不然会很麻烦的 是我让萌仔做的 不管最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一并承担不牵连他人 臭小子我有让你背锅吗 只是我们年纪大了受不了刺激 麻烦你们下次有大动作之前 先跟我们这些老家伙打个招呼 不然我心脏真受不了 是下次一定先告诉小爷 还有下次够虎的 你跟萌仔最近还是安分点 老是待着别往外跑 我先打探下动静 紧记小爷教会 对于小爷的关心 我还是挺感激的 之后我回店砸不转了一圈 拿个名单找到大牛 大牛这几个新人不大心 你教教他们 知道了十三哥 待会念到名字的人 跟我下去操场 大牛果断执行 我也不想为难他们 但新人的培训安排都归我管 若是管不好 该遭罪的人就是我了 这时扎哥来到我身旁 十三走 哥带你去红浪漫潇洒一下 外出 要不还是算了吧 扎哥还是带其他人出去 刚才有人威胁 被地理要对我下手 我最近不方便往外跑 你的事我听说了 我们去艾莉娜的红浪漫 那是自己人的地盘 你怕啥 以前你有事找我 我都是爽快答应 你不会拒绝我吧 看扎哥这话说的 我陪你去 但事先说明 救援区和红浪漫两点一线 其他地方我可不去 放心我不会坑你 为了还人情债没办法 随后 我跟着扎哥去车出了园区 后座上坐着搞技术的A仔和阿浪 我猜不出扎哥的真实意图 但盈盈感到不安 车子一路 即使我们来到了红浪漫 那姐好 有十三 你最近可出门了 看得大事一桩结一桩 会想起当初在你手里吃亏 好像还是你留守了 那姐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我最近头都快大了 天天晚上失眠 十三最近的名声确实响 连我都忘陈莫急 对了 我要的包间 包间已经给你们留好了 为庆祝十三成为副主管 你们今晚消费算我的 多谢娜姐 我没有拒绝 艾丽娜的意图很明显 她在拉拢我 因为她看到了我的潜在价值 之后 我们来到包间 我向扎哥问道 扎哥到底什么事 是要等哪位大人物出场 你很快会知道的 既然扎哥不想说 那我就不问了 得放轻松点 别把神经崩太紧 要学会自己剪腰 扎哥很放松 可我却十分紧张不安 转头看向A仔和阿浪 他们好像也不知道来此处做什么 这就显得扎哥很不正常 大概过去半小时 包间门打开了 走进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我认识 五疯子 是你 别动否则我打烂你脑袋 我有准备先一步拔枪 看向扎哥的眼神满是怒火 扎哥你害我 为什么要出卖我 别说你不知道 我跟五疯子的矛盾 十三你别激动 我真不知道五疯子会过来 之前我只约了包总监 哼 小扎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人用枪指着我们 打算黑吃黑吗 误会都是误会 十三你先把枪放下 我们把话说清楚 还用说吗 我放下武器 怕是小命难保 今早五疯子去找过倩姐 话里话外都想要我的命 你嘎了高总 投资的老板们严重怀疑 我们园区的安保 搞得金水生育受损 已经走了两个老板 难道不该要你的命 扎哥听到了 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我一直把你当做大哥 你却出卖我 江湖道义何在 由于一系列的事 我本就如履薄冰 如今又看到五疯子出现 真的没法相信任何人 就觉得是扎哥把我卖了 而扎哥也被我搞得有些烦躁 十三把枪给老子放下 给你脸了是不是 再敢往前一步 大不了同归欲尽 想要我的命来啊 有种你 闭嘴不说话 没人当你哑巴 十三兄弟是吧 你跟我们园区有点小矛盾 我听说过一些 其实没多大的事 今天小扎请我过来 主要是我跟他有个交易 没想到你也在场 那我卖个顺水人情给小扎 先和平解决你的事 把武器收起来 包总监无意冒险 我只是想要跳活路 我快速权衡其中利弊后 选择收起武器 因为金水源区的高层难舰 能趁此次机会谈讨更好 否则我将一直被惦记 那一连串麻烦 想想就够人头疼的 记住下次有话用嘴说 别动不动就拔枪 扎哥我最近压力很大 真的太紧张了 总觉得有人想要我的命 能理解我是从底层混起来的 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包总见效了 这次的事是我考虑不周 小子看你有多狠 还敢用枪指着我 你骗我 武疯子突然冲上来将我扑倒 我根本来不及拔枪 至于近身格斗 我完全不是对手被单方面压制 而在这时扎哥替我说话了 包总见你什么意思 说好的谈判呢 小扎别激动 这部已经在谈了 我们园区吃了亏 嘎了一个合作的老板 左十三一顿出口气不过分吧 十三你怎么个意思 要是你不愿意 我带你来的自然会带你离开 高总的嘎跟我没关系 但你们怀疑我 我说多少都没用 若做我一顿能化解此事也好 是你自己同意的 小五动手 你敢打我兄弟一下 我肯定把你的手剁了 危急关头飞哥走进包间 还带来红浪漫看场子的人 以及老肖的人 使得包总监脸色微变 大飞带着这么多人过来 你是要唱大戏吗 也可能是送人归西 屁大点事 还想拿我兄弟开刀 真以为我是空气 你又算哪根葱 起来还压着我兄弟 嫌命长啊 飞哥呵斥一声 尽管五疯子不爽 但还是只能照做 谁让飞哥带来的人多 我一起身立马拔枪 飞哥要不把他们全做了 然后高架请老王出手 我们去炸掉金 说什么胡话把枪收起来 这件事又不是没得谈 包总监小兄弟不懂事 别放在心上 你这么多人我能说什么 你们去楼下等我 包总监十三的事能不能谈 高总嘎了总得有个交代 否则不好交差 在西港混嘎了是他自己没本事 再说你们无凭无据 凭什么让我兄弟背黑锅 那天我反正就是十三干的 五疯子话到一半又验了回去 因为高总外出是他失职 当众说出来很难看 同时会受到金水惩罚 飞哥听到这话笑了 包总监做人得讲道理 不带这么玩的 真不是我嘎的高总 但为了能化解此事平息风波 我愿意吃些亏 隔着唱双簧呢 不过此事没多大 整天闹着也挺烦心 正好今天大家都在 能和谈成功倒是不上两个园区的和气 若谈不懂西港肯定不能带了 我只能嘎掉他们两个 然后跑路 季节上集 我跟金水高层谈妥高总的事 可刚回到园区处理完收尾工作 扎哥那边又出事了 别默契赶紧带人过来 刮啦 希望别跟包总监起矛盾 否则我的事就被搅黄了 15个白给了 随后我叫上大牛 带着几个内保出了园区 来到红浪漫 艾丽娜见到我抱怨的 13米田科姐姐 每次见到你都没好事 这个锅我可不背 发生事的时候我都不在现场 话说扎哥到底怎么了 他跟蝎子呢 唉 老扎脑袋被人用酒瓶砸了 见了红 买卖吗 包总监已经离开了 走的时候带着你们园区的两个人 剩下老扎和五峰子在包间内娱乐 然后喝的有点多 两人好像是因为你的事吵了几句 你也知道五峰子脑子不正常 他便拿酒瓶砸了老扎 A仔和阿浪被交易了 技术人员在电子园区很抢手 不知扎哥怎么想的 难道又背着园区搞马内 想什么呢 你又在打坏主意了吗 那姐你别开玩笑了 我心思单纯不会打坏主意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我跟艾莉娜没聊上几句 蝎子拖着五峰子来到一楼 把人丢我面前 已是被揍成猪头 喝多了跟软脚虾一样 还敢跟我动手 留你调命是给金水面子 十三把人带走 蝎子主管厉害 随便散养下就把事情摆平了 绑起来带走 十三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帮我 你威胁谁呢 搞不清状况吗 你又算哪根葱 这是我跟老扎的事 其他人无权插手 可你在红浪漫闹事了 此处是我们园区的产业 我当然得管 蝎子摆明了公报丝绸 接着大牛上前绑人 可五峰子非得挣扎 惹得大牛对他一顿纵 之后把人带回园区 关进了小黑屋 麻烦事来了 过两天再打不行吗 非得挑这个结果眼上动手 打乱我的计划 蝎子把我抓来你们园区什么意思 敢对我动手 你真不怕两个园区开战吗 哼 少拿园区来压我 你先挑事的 那咱们就来讲讲道理 你在红浪漫闹事 造成物品损坏 先交十个保证金 我马上放你走 卧槽 师哥 你怎么不去抢 当我第一天出来混吗 一个字都没有 不愧是五峰子 够横够疯 但在我们园区没用的 来人好好伺候他 蝎子对内宝吩咐道 随后我们跟蝎子离开了小黑屋 由于蝎子上次吃饼 现在有机会肯定要讨回来 我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 有些担忧 蝎子主管这么搞不会出事吧 毕竟五峰子 在金水的地位不低 这人使他自己挑事 肯定不会有问题 到别人的地盘砸场子 属于个人行为 背后的园区一般不会利保 好复杂 我感觉脑子都不够用了 不过蝎子主管说没问题 那就好了 行吧 我得去看一下老扎 也不知他怎么想的 跟五峰子在一起喝酒 还有你想报仇的话 随时可以进去小黑屋 收拾五峰子 多谢蝎子主管 我客气回应 由于我跟包总监还有交易 暂时还不能对五峰子下手 大牛你回去休息吧 我这边刚交代完 包总监的电话就过来了 实在你们园区什么意思 五峰子跟我一起去的红浪吗 可我前脚才刚走 你们就抓了他 以我在园区的级别 包总监问我我也回答不了啊 而且整件事跟我没关系 更不是我能左右的 有人看到是你带走的五峰子 我在园区混饭吃 园区主管下令 我肯定得照做 此事真不是我引起的 至于起因我也听到一点 好像是五峰子跟扎哥闹了矛盾 后来五峰子还砸了包间 听园区主管说 这件事很恶劣要严肃处理 我一个静下掰 把事态说得很严重 同时尽可能跟此事撇清关系 免得包总监多想觉得我坑他 接着包总监发话了 哼 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 我现在不想听 担紧把五峰子放了 我真的做不到 此事不是我能做主的 要不你直接跟倩姐聊 你们都是各自园区的高层 谈起来会方便些 聊过倩姐说是老扎的事 他插不了手 那就打给扎哥 打了老扎说他头疼 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没法说太多话 这不难为我吗 我心里苦啊 他们都可以不搭理这件事 但我跟包总监还有交易 没法直接挂电话 而包总监开始咄咄逼人 我不管必须让你们 圆区放了五峰子 你记着我们的交易没结束 高总的事就没翻篇 卧槽 你威胁我也没用 大不了十五个送你 这是我真办不了 谁让五峰子做事不计后果 扎哥脑袋都见红了 真没办法 我听到蝎子开架 说损坏红浪漫物品要十个赔偿 扎哥那边不清楚 你们圆区胃口真的 二十个你帮我搞定 马内从交易款利口 我今天要看到五峰子回来 就这样 喂喂 有这么做生意的吗 我连人都还没看到一个 就电进去三十五个 亏大发了 我也很无奈 而这笔马内 也不可能是包总监出 最后还得算五峰子头上 接着我回拨包总监的号码 根本打不通 只得去找倩姐 你来找我是因为五峰子的事 看来兴高的给你施压了 倩姐神经妙算啊 我都还没说你就知道了 我和老扎不鸟他 蝎子不尽人情 老万和阿飞跟他不太熟 那只能打给你 倩姐分析的透彻 那可以给我行个方便吗 唉 不是姐姐不帮你 红浪漫那边有损失 老扎头被人开了瓢 你在这空口白牙的可不行 嗯 那需要多少 还请倩姐说个数 红浪漫的损失没多大 损失一张桌子一个酒瓶 但爱丽娜报价五个 老扎那边让我来谈就要二十个 拿到马内我便放人 多了五个 可又关乎到扎哥的利益 我不能讲价 否则这次亏大了 十三你想好没有 到底要不要我放人 行就按倩姐说的办 麻烦园区先垫覆一下 我在一周内筹好送来给倩姐 哼 就这点马内你还要筹 跟我开玩笑呢 之前赚的都花得差不多了 一下拿不出那么多来 我装穷到 只见倩姐点头答应 那这件事基本就没问题了 反正破财免灾 也没什么大不了 随后我来到小黑屋 十三你也要来收拾我吗 来啊老子不怕你 狗咬吕洞宾啊 我是来保你的 带上他跟我走 去哪 你想把我埋了 我们园区不会坐视不管的 想象力真丰富 我送你离开园区 包总监派来的车 已经在外面等你了 送我离开 难道你不想走 还想在这等着吃宵夜 面对五疯子 我真不想跟他说太多 接着我把他送到园区外 他坐上一辆车离开了 随后我接到扎哥的电话 十三你把五疯子放走了吗 那是倩姐点头了 我按照指示办事 要是惹得扎哥不高兴 我给你道歉 没关你的意思 这件事你处理的也好 要是我来处理还挺麻烦 还得借你给我争取来的二十个 扎哥客气了我应该做的 此事话干各位玉伯 你们都高兴 就是我的损失有点大 我脑袋缝了几针 要在医院待几天 电砸不得是你替我盯着点 好扎哥安心休养就是 扎哥没怪我让我轻松很多 因为能避免很多麻烦 而包总监的电话也在这时打来 后天晚上九点交易 你确定位置后发给我 在园区混的人 为了利益能有多疯狂 长久积累下来的情谊 全是虚的 拒接上级放了五丰子后 皆大欢喜 却是牺牲我的利益为代价 而包总监那边也敲定了交易时间 转眼到了约定的晚上 我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蒙仔我这边需要你的人手 需要多少十三你一句话的事 是要处理高总的事吗 要是不出意外 等这次交易结束也就了结了 了结也好省得整天提心吊胆的 都不敢出门逛街 你把具体的信息发过来给我 对了高总的存款正分批次取出 大概二百个需要点时间 自家兄弟信得过 你看着处理就好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情不错 起码能弥补亏空 接着我把时间位置发给他 让他先一步过去埋伏 我又打给蝎子 蝎子主管我想跟你借几个人 待会要去接一匹猪仔 只能借你五个 你看上谁带走就是 多谢蝎子主管 我没有强求 反正也没指望蝎子 能够借到几个算几个 随后我去找倩姐 拿到此次交易所需的马内 又找到大牛将装马内的托箱交给他 我绝不含糊 这也是我担心的 你别每次都是不要命的往上冲 在外面一定要听我的安排 知道了十三哥 等我通知 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我把所有工作准备妥当 方才打给包总监 告诉他交易的地方 等时间差不多了 我去车带人前往 车上大牛跟我聊一些事 十三哥待会有别的计划吗 没有我也不想搞事了 马内上吃点亏无所谓 以后转回来就是 萌仔已在那边提前布置 希望别出妖娥子 我听十三哥的 车子一路急迟 很快抵达交易地点 我看到了包总监和五疯子 外加一群内保 包总监来得挺早 只不过一个简单的交易 没必要带这么多人过来吧 我也就刚道 这种交易黑吃黑的不少 小心无大错 说的也有道理 但我相信包总监的为人 还聊赶快交易吧 身上还有点疼 马内在箱子里面 不知道猪仔在哪 在那边大巴车上 猪仔都在车上了 我看了眼三辆大巴车 满座算的话 能坐不少人 但这种是大意不得 只要少了一个 马内都得我自己补上 大牛去车上数人 来人去数下马内够不够 这种是我亲自去免的纰漏 我们各自下达指令后 进入了一段时间等待 气氛显得有些压抑 而大牛那边先把人数好 十三个没问题 包总监大巴我就先开走了 明天送去金水还你 没问题小事而已 但要等我这边数完马内 卧槽 包总监少了二十个 十三你跟我耍什么花样 我跟你交一番篇高总的事 是给你条活路 你就是这么感谢我的 包总监话不是这么说的 前天你让我保五疯子出来 给我二十个书筒园区主管 说好从里面扣的 实际上我出了二十五个 多出的五个我都没有 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 什么才二十个 实际上四十个 我另外还拿了二十个给欠姐 心都黑的 这笔马内肯定是五疯子出 包总监连自己下属都坑 这一栋嘴皮子挣了二十个 我心中一阵负费 可他怎么做跟我没关系 我只想尽快完成交易 可包总监不肯就此作罢 十三因为你没能将事情摆平 害我多出了二十个 所以你得补给我 等我打个电话询问欠姐 真有这是二十个我人 不用麻烦了 小五把十三带走 让他们园区拿马内过来熟人 你也可以报仇 是包总监 五疯子拔枪我也拔枪 只见五疯子的枪 对着包总监 看到我一头雾水 这让包总监也慌了神 小五你干什么 难道你们商量好的 我是疯但我不喘 这些年我为园区冲锋陷阵 也算是你的左膀右臂 没功劳也有苦劳吧 可你竟然坑我二十个 你别冲动我们有声慢门说 当心中了十三的挑拨离间计 你们的事别扯我 刚才是你亲口承认的 至于具体花了多少马内 我这边可以随时打过去对仗 打我要把事弄清楚 太令人心寒了 把枪放下你别听他的 他们都是疑伙的 对方内斗 我肯定要来个神助攻 先后打电话给欠姐 扎哥艾丽娜 得到的数字 很准确总的二十五个 五疯子拼完异常愤怒 为什么 你说过我们是最好的兄弟 我替你办事你给我一世荣华 可你现在怎么对我 连二十个你都坑 小五你别冲动 隔前几天在场子里输了不少 瞪着拿马内去填骷髅 过两天一定还你 大牛别看戏了 这不关我们的事 你先把人带走 你们几个开车跟我走 包总监我们的交易结束了 至于你能不能带走马内 那就是你的本事了 我说着往后退 手里的枪一直没放下 也不怕五疯子泼我脏水 事后说我弄搭包总监 因为暗中的猛仔 应该通过夜市一录好了视频 可五疯子不打算轻易作罢 十三你要走可以 把那批猪仔留下 或者再出一份马内 凭什么 我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了 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十三救我 只要你能把我救走 之前说好的额外好处我不用 另外我再给你三十个 毒狗的话我不信 你们的是我不想掺和 还有五疯子你别逼我 真闹犯了对你不好 开火把他们全部干倒 真够疯的 做事没脑子一辈子都是跑灰 猛仔动手 我一声大喊 猛仔带人从暗处现身 对着五疯子等人射击 我则躲到安全处 大牛让人开车走 你不要管这边的事 十三哥可是 哼 没什么好可是的 忘记答应我什么了吗 不听指令只会打乱我的计划 十三哥你当心点 等我把人送回园区 马上过来接应你 放心我不会有事 赶紧走 由于我提前不止 猛仔的火力又凶 压得五疯子等人后退 这个时候我也顾不得包总监 真被击中就算五疯子头上 压上去把他们全部干掉 五疯子你大爷的 我只想安静地离开 非得逼我动手 你真是阴险异常 竟在此处提前不知陷阱 兄弟们撤 靠跑得好快 十三我们追吗 追帮我把马内追回来 可恶的五疯子 他竟然背叛我 命挺大这都被你敲脱了 可那是你的马内 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带到机会 肯定要坐地起驾 如今我有人主动权在我手里 眼见五疯子等人远去 包总监当即开出条件 帮我嘎掉五疯子拿回箱子 里面的马内给你三分之一 我要一半 之前答应给你的好处啥的 全部勾销 一半太多了 那都是园区的马内 从五疯子手里追回来 不就成了你的 行不行一句话 行吧 猛仔你怎么说 我和兄弟们过的是 刀口舔血的日子 为的就是马内 兄弟们上车给我追 猛仔带人去追 我则是留在原地盯着包总监 以免他打电话叫增援 被兄弟背叛了啥感觉 是我大意了 起初觉得培养个疯子好控制 也能形成一定威慑力 没想到伤了自己 他还真是个疯子 他有间歇性狂躁症 可能是又自己把药断了 情绪不稳定 这是也怪你 非得磕我二十个干嘛 直接完成交易多好 搞得大家都很麻烦 面对我的质问 包总监没有回答 接着我去车 带他离开交火地 免得待会现兵过来 而在这时飞哥给我打来电话 十三你办办事尽快回来 我这里有点状况